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次人 列席官员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 人事长施仁杰等人 主席周遭及委员村里 报告事项一宣读上册会议事务 决定讨论事项之决议二 刮复合墨具修正为第六四六条第三项第五款 委员李贵明当场声明不同意后确定 二 邀请行政院人事总处 人事长列席报告业位概况及立法计划并被执行 三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 含为一零九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减送该总处决议十五 人事行政之政策规划执行及发展冻结五十万元书面报告 请查照案 本次会由委员五一请等十五人提出咨询 决定 一 报告及寻查完毕 二 第三案准以备查提报院会 三 委员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 请相关机关紧述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 提案二案 决议均照案通过 宣读完毕 好 谢谢那个更正上次错误的那个会议记录 那么对今天刚才宣读的这个议事录 各位委员有没有认为有错误或者是有遗漏的 好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议事录确定 现在介绍列席的官员 我们今天列席的官员有司法院林秘书长辉煌 刑事厅厅长 彭厅长 彭信明 彭厅长 还有我们法务部蔡清祥 蔡部长 我们检查师林景春林师长 保护师黄玉环环师长 以及矫正署黄俊堂黄署长 好 那我们今天与会的我们同仁有 第一位是我们吴一丁吴委员 第二位是我们吴玉琴吴委员 第三位是我们林维州林委员 好 今天排定的议程呢 是邀请司法院秘书长 法务部部长 在所属列席就司法正义死不死刑保护了谁进行专题的报告 并被质询 现在进行报告 发言时间三分钟 请司法院林秘书长报告 主席 各位委员 大家早安 本院大法官历来对刑法法律中惯例死刑规定 所作的解释 有三号解释 那么四次一九四号 是针对凯任时期数千原毒条例第五条第一项 贩卖毒品罪为唯一死刑的规定 那四次二六三号解释 是针对惩治倒匪条例第二条第一项 第九款意图 勒属而辱人罪法定刑唯一死刑的规定 第三是四次四七六号解释 针对民国八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的 数千原毒条例第五条第一项 八十七年五月二十日修正公布的 毒品罪为防止条例第四条第一项 关于制造贩卖运述毒品者处死刑无疾毒刑的规定等 那都认为说各该规定 或是为了遏止犯罪 维护社会治安 使社会大众免于恐惧 或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 及增进公共利益之必要而制定 并不违宪 那 死刑制度在我国司法审判实务上 也是一直在运作 那么 由于宪法第八十条明定 法官需超出党派以外 依据法律独立审判 不受任何干涉 因此 这是 是不是要量除实刑 是由法官 依照宪法第五十七条 所定各款科刑签重的标准 斟酬一切形状后依法量除的 其余的请参照出面 以上 好 我们谢谢林秘书长 我们现在请法务部蔡部长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来报告 非常的荣幸 以下就我国死刑政策 跟死刑执行的情形 提出说明 进行指教 我国的死刑政策 是废除死刑虽然是近年来的国际趋势 也是我国长期努力的方向 但死刑制度的存在 跟国家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复杂因素有关 所以是不是废除及相关配套的措施 非一处可及 即使在废止死刑的国家中 仍然有为数不少的反对意见 甚至呼吁要恢复死刑的倡议 那我国民意多数仍然反对废除死刑 那依照历年民调反对废除的大约在八成 那就废除死刑的替代方案来没有共事前 现阶段我国的死刑政策 可以从三方面来说明 第一个 政策方面 我们是逐步废除死刑 那现阶段是减少使用死刑 审慎执行死刑 在减少使用死刑方面 一方面修改法律 使我国在目前已经没有绝对死刑的罪名 那也会检讨相关的实体法规 来减少死刑判决的产生 另一方面 透过修法提高有期徒刑的上限 跟无期徒刑假释门槛跟假释期间 那让法官在选科的时候 可以考虑用无期徒刑来替代死刑的宣告 那在审慎执行死刑方面 最高检察署也订定了 办理争议死刑确定案件的审查作业要点 那本部也颁布了 审核死刑案件执行实施要点 就死刑确定的案件 一定会在执行前要严格的检视 那本部在106年10月也重启了 所以我国是法治的国家 依法要行政 所以法务部一贯的立场 跟基本原则就是 依照行事诉讼465条的规定 死刑的预知 除非有心神上市或妇女怀胎的事由 可以停止执行外 一切都是要依法来执行 那就执行面来看 我们死刑是否执行 跟死刑存费真的是不同层面的 所以就鉴于执行死刑 会造成生命无法回复的结果 我国对死刑的执行 是自为慎重 而且非常的严谨 毕竟穷尽一切法律救济途径后 才可以另准执行 那我们要审慎来审核死刑案件的执行 也定有审核死刑案件执行实施要点 会非常严密的来审核 那执行的机关 在收到命令执行的时候 也会在最后要再确认 有没有合余再审核非常上述的理由 那至于我国执行死刑的情形 我想就请参考书面资料 那过去我们依照统计 近十年来死刑执行的人数跟罪名 都是已经有做一个统计跟分析 执行罪名是以杀人罪为最多 月占50% 强盗杀人罪也大概占25% 所以目前实体法上虽然有死刑的规定 那我们也是用最严谨的态度来依法执行 那目前代执行的还有39位 那综合审核情况来依法执行 我们都一定会站得最审慎的态度 也会考虑过去受刑人的犯罪动机 犯罪行手段 还有犯罪被害人的人数 还有是不是弱势 还有跟被害人之间的关系 还有对社会治安危害的程度等等 综合的来审核 一切依法行政 以兼顾社会正义跟人权保障 以上报告进行指教 谢谢 好 谢谢蔡部长 现在机关代表都已经报告完毕了 现在进行寻答 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 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2分钟 非本会委员发言的时间是6分钟 并不再延长 上午10点30分截止发言登记 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 吴丁吴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这个题目真的很沉重 然后我办公室给我一个案例的时候 我看了案例我真的有点傻眼 这是一个2015年5月的案子 在竹东 有一个灵性的少年 他伙同了几位其他的少年 找了一个 去找了一个受害的未满成年的少女 先是对他殴打 之后对他性侵 之后再把他打到死 然后再毁尸灭积 这个案子 我看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吃饭 整个鸡皮疙瘩竖起来 我相信全国看到这个新闻的观众 的人民一定也是鸡皮疙瘩竖起来 结果呢一审呢是判死刑 在上述的时候呢 却变成了武器徒刑 然后里面是写 五人的犯刑 上男人定数情节最大之罪 又两公约具有国内法效率 再加上经台大医院鉴定结果 皆认为有交化的合理期待可能性 或不排除有此可能 大家听了我刚刚说了 先对他殴打 然后再性侵 再殴打致死 再焚尸 我想请教一下 法务部长 你觉得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加害人 真的有教化的可能吗 是不是有教化的可能 这要用专家来做评断 我们对于犯罪被法院判决确定以后 进到我们监所来 我们都是本着 希望能够教化他 能够达到目的 来从事我们的教化工作 那最后他是不是真正能够 达到教化的结果 这个每个个案情节不同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来做教化的工作 应该是说 我们想要讨论的是说 当时候法官这样子判 是真的觉得 这些加害人 有教化的可能吗 还是法官也判不下手实行 法官怎么认定这个个案 我们都予以尊重 那只要他判决以后 进到我们的监所机关来 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 来考量他个案的情节 来订定各种教化的一个政策 来实施教化 那我们当然最大的努力 希望真正能够教化 但是有些确实无法教化的 我们也是要据实的陈述 来依法来处理 布总那你们有像这样子的案子 你们会有 就是法院判来认为有教化的可能 那到了监所 你们觉得没有办法教化 有这样子的可能吗 也有这样的个案 那怎么办 这不多了 但是他在监的执行期间 我们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 如果期间届满了 那依法要释放那也释放 那如果在 期满之前的 假释 那我们要再做一个审核 他是不是有再犯的 之余 或是说他在监的 表现如何 这要综合考量 但是期间届满了 那当然 这个东西就要 衔接社会的安全网 来做密切的注意 部长 我觉得这个教化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提这个案例 我只想要 就是 加重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都不是死刑 都是武器徒刑 到底是法官不愿意判 还是真的 这些人都有教化的可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 我们目前 过去三年 我们执行死刑只有一个 只有一位被执行死刑 那过去三年 累计到现在呢 我们还有39例 还没有执行死刑 请问部长 我们大 就是有一个时间限定说 这个已经被判死刑了 要到多少时间以内 必须执行吗 没有这样时间的限制 我们也是按每个个案 他是不是 已经 极尽所能的 没有任何的救济机会了 我们才会来依法处理 应该是说 这样他就是一直放在那里吗 他就是一直在监索 我们也是每个个案都在进行 那要查证按照我们刚刚所报告的 要审核他死刑案件 执行的一些必要的条件 还有要经过的程序 那我们还是每个个案都要来审核 所以其实就是说 我们虽然有死刑的存在 但是法官判不下手 法务部这边也执行不下手 大概就是现在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监狱 即使是判无期徒刑 因为大部分的法官不愿意判死刑 最后就是判无期徒刑嘛 那如果无期徒刑确实是无期的话 那没话讲 我们看下一页 从监狱里面出来的人 每一年我们大约有四五百人 是无期假释出来的 你可以想象 背叛无期徒刑的加害人 通常已经是犯罪是很严重的人了 我们一年 我们的社会里面 有四五百个人这样的人 从监狱里面放出来 我们安心吗 这些人通常已经在监狱里面 被关了二三十年 部长以你的经验 你觉得已经跟社会脱节 二三十年的人 你如何教化 让他还可以融入社会吗 你觉得这样子的人 到社会我们真的放心吗 当然我们还是要给他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要 让他自己能够珍惜 能够把握 那我们会观察 这个人是不是有再犯之鱼 或是再监的表现如何 如果表现良好 再犯之鱼也不高 当然 经过我们假释审查委员会 大家有包括外部的委员 专家 他一起来审核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们还是有给他这样的机会 如果认为不可以的话 那但是还是继续的教化 那纵使他可以假释出去的 我们也要跟社会的这些 关户人 或是民间的 有关心更生保护会 都要密切的联系 部长我想请问一些数字 你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 普通杀人罪 出狱之后 再犯率 针对杀人罪再犯率 我想我们统计处 是应该有资料 不过今天我们统计 统计没有来 之后再给我 麻烦 因为我们想知道说 这些人罪犯率到底有多高 还有 已经可以到达假释的时间的 无期徒刑的 这些罪犯 真的被放出来的比例有多高 这个数字也给我一下 好 我们会统计做完整的报告 给委员 谢谢 那其实我总结很快的 就是说我们有死刑这件事情 但是法院法官判不下手 法务部这边执行不下手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 让更多的无期徒刑 因为无期徒刑不是真的无期嘛 我们是不是可以 再另外加一个刑者是 无期徒刑不得假释 或不得缓刑假释 我觉得这样可以让法官 另外有一个选择嘛 在无期徒刑跟死刑的中间 另外还有一个选择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 是不是请司法这边演绎一下 是不是要 有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的制度 这个是实体法的规定 那么这个应该是 法务部来主刑 那我们来提供意见 OK 好部长 我们愿意来就这个议题 做深入的探讨 因为我知道有许多比较 大家觉得很厌恶至极的案子 像是对社会有重大的危害 强奸杀人 或者是杀害幼童 或者是有限制能力的人 这些都是大家非常痛恶的 那这些我们不用每一次 一个一个去列说 OK 不得假释 不得假释 是不是就我们就多一个行者 就是无期徒刑 不得假释 让法官可以当机 就是当时候 随时有这个选择 这个可以考虑 不过他也有他的缺点 不得假释 那你在监索里面的教化 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他无所谓 反正我也不能假设 我也不求好好表现 我也不求以后 我要怎么样来复归社会 这又产生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要是多方面的考量 OK 因为其实我们确实是有规定 某一些案 某一些犯罪是不得假释的吗 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 OK 三次 三证法案 就是曾经犯过重罪 后来再犯 第三次犯的话 不得假释 这是后来 有修正一个三证法案是有了 但是过去 像譬如贪污罪不能假释 那个后来就取消掉了 我是觉得我们可以让法官 有这个选项 谢谢 好我们谢谢吴委员 请立委员归你发言 好谢谢 Mu长还有部长 好 我今天其实定这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心情是很沉痛的 那但是呢 我还是要借这个机会 请教两位 因为两位都是 法学界的这个 资深的这个道长 我今天的题目定司法正义 我首先想请教两位 就是说 在你这个整个人生的历程当中 你认为 我们的司法正义 真的落实了吗 很简短 有还是没有就好 因为我有别的问题要问 Mu长 你认为司法正义落实了吗 有还是没有 当然大部分的个案司法正义 都是 落实了 那部长 那个您觉得落实了吗 每个人的看法角度不同 我个人 如果我个人执行法案 执行 您认为 因来讲 以台湾目前的状态 真的拜托一下 就是不要 不要拖时间 您认为以台湾目前的状态 司法的正义落实了 还是没有 有进步的空间 还有进步的空间 谢谢你 很诚实 我为什么会提这样的问题呢 基本上面来讲 我觉得作为一个法律人 很沉痛的一点呢 就是在于 我们当初之所以选择当法律人 是因为我们心里 有一个天平 我们认为 社会的公平正义 应该要实现 我们希望 尽自己一分的心力 在这上面 可是我们从 我不是只有指台湾而已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 这个司法象征的一个天平 比较像是什么东西 比较像是一个表面上的东西 很多的人 不管你承认还是否认 我们必须要很坦白地讲 很多人都认为 今天的社会 已经没有公平正义可言了 我必须很坦白地跟两位讲 因为两位都是在司法界 非常位高权重的主观 那如果你还不能够有这个体会的话 那我就会更担心 但是我们谢谢部长 最起码部长认为我们还有很多进步的空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想大家如果去看电影的时候 会觉得说 美国案 Simpson里面 他把他老婆杀掉了 最后出来的结果是无罪 为什么出来结果是无罪 大家觉得很扯 对不对 可是因为他证据堆积出来的一个事实 你就没有办法判他有罪 很多的平常人不懂 但是法律人懂 所以今天的正义是什么正义 是形式上面的正义 在过去的这些年来 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被告的人权 你要让他有一个 能够在他被判之前呢 所有的程序是 透过显微镜也好的检视 他是没有瑕疵的 他反而跟事实上面的事实的正义呢 已经是相违背了 所以今天我问这个问题呢 我之所以会排这个题目呢 我排了一个大家不敢排的一个议题 就是废死的议题 我相信法律人 我并不是说我反对废死 这个并不是我的主轴 我的主轴是说 虽然一个人没有权利决定 另外一个人的生死 但是同样的被害人也不能够当忌贫 不能够拿被害人 或者是被害人的家属 当成一个代价 去实现一个 你很虚伪的一个表面上面的公平正义 我觉得这个想法呢 法律人呢都应该要深思 今天走到这样的地步 是不是我们有一些东西该做的没有做 每一次在谈 我们到目前为止在您今天的报告里面 两位今天报告里面提到呢 就说我们常常一个理由就是 他有教化的可能 或者就是说精神浩弱 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杀人的案件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被告喊出来的就是什么 精神浩弱 当全民看到判决的结果 跟全民的期待 这么明显的事实不符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法官的判决的理由呢 就是他有教化的可能 是不是大多数人有教化的可能 取决于你的教化的program 你到底给了他什么东西 然后你认为是有教化的可能 单纯的因为他被抓了 然后到看守所了 在审判的过程当中 他的在庭上的态度 你就认为他有教化的可能 我觉得这个在老百姓的眼中里面呢 可能不太能够接受 所以我要请教的就是说 两位啊 从民主长开始呢 就说在这些的案子里面 重大犯罪 尤其是像刚刚前面 无一定无委员提到的 这个强奸的部分 甚至在近年常常有的 随机杀人的案件里面 我请问两位 您认为 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没有教化可能 我说在短期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发生之后 到法院审判的 你认为有马上会认定 他有教化的可能的原因在哪里 从司法院您明明早 跟委员报告 这要在短时间内判断 一个人有教化可能 这确实是非常艰难的 是 那为什么判决书出来的内容呢 都是认为有教化的可能 那个都是我们的精神科的医师 就是鉴定人 教化可能跟 对不起 美副长我问的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精神浩弱 用精神浩弱当理 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 在这个新闻媒体报导出来之后 第一个时间的强调的方式 就是精神浩弱 第二个情形呢 在判决书上面 就是有教化的可能 我们最常见的两个理由 就是这两个理由 对不对 所以美副长我才请教你 你知道 在你的审判的过程当中 一个人有教化的可能 还是没有教化可能 他一旦被逮捕了 进居所了之后 在监牢里面 也好 你知道 这么短的一个审判的时间之内 你就知道他有教化的可能 他在十几年的过程当中 都没有教化的可能 也就是说 我们的教育制度非常失败 但一旦到了司法的体系 到了看守所 到了监所之后 马上的很短的时间 他就突然有一个教化的可能 这个可能性有多高 美副长 我们不敢说有多高 但是就是说 不是但最起码嘛 有没有过五成嘛 有没有过五成 你认为就是说 当然个案会不同 我同意个案会不同 但是平均来讲 他的一生里面到十几年 他都没有被 他都没有被社会上面教化 突然的案子发生了之后 他就有被社会教化 他就突然有了精神浩落 这个会不会是 当我们的判决 两位同不同意 我们的判决 我们主管机关采取的措施 同时不是只有对这一 涉案的人而言 他其实对社会大众来讲 他是一个教育的教材 两位是不是认为是 当社会大众认为 他可以强奸杀人 然后他可以随机杀人 然后他出来的结果呢 其实是没有关系 不痛不痒的时候 是不是对社会大众 让一些的年轻人 或者是有一些状况的人 认为说没有关系 反正将来呢 我只要走两个路 一个呢就是精神浩落 另外一个就是 在过程当中 我都乖乖的 所以是有教化的可能 就可以逃避掉 这是我的问题 两位 你有时间关系 可以拜托 很简短的 我跟委员报告 但对目前 我们司法实务的状况 委员非常不满意 没有没有没有 你这样讲 我就 我今天是询问您的意见 不是我不满意 那我这样回答好了 那么国民 有相当比例的人数 是不信赖 司法实务对 死刑 不是 美部长我可不可以拜托你 你直接回答 我直接回答就是 我们希望 归业能够接受 我们的国民法官的设计 这一类的案件 让我们六位 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 美部长这个我们会另外再排 你有机会 但是今天你认不认为 就是说 好那我换个方式 问我们请部长回答好了 部长回答之后 我们再讲说检讨的 我非常同意委员的看法 每一个个案 都有它的教育功能 所以我们要求法部所属的检察官在处理个案上 一定要符合社会的期待 或是要跟社会的脉动 要能够结合 能够了解社会的要求 你这个案子的处理上 会给各位什么样的观感 你要有这样的认识 当然也要站在法律的立场 一定要秉公义法处理 但是同时也要顾到被害人 被告 他们的感受 这我想是我一直的要求 检察官也要接地气的原因所在 谢谢 谢谢部长 我为什么这样问的原因呢 就是说 当然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法官心里的挣扎 不在话下 简单来讲 他要纠结 他个人的一个声誉 还是说他要考虑到大我 所谓的大我 他必须要考虑到 整个司法体制的公平性 那我因为时间到 所以我就不在 我只提问题 再拜托会后给我 就是说 我们经过这么长久以来的 大家都不敢去提 Face这个议题 我们只有看到Face联盟 一直提出来而已 我想请问就是说 到底我们这么长 这个发生的时间 不管是从司法院也好 从法务部也好 我们到底做了 什么样的一个检讨的措施 让这个国人能够了解 真正的一个情况 不会误会 法官不公正 或者是法官为了个人的声誉 他认为说 他没有资格去判一个人的生死 然后造成的一个 对社会大众的一个误导的状态 简单来讲 教化 从司法体制也好 从法务体制也好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精神浩落的案子 有多少 在多久的期间之内 他就出来了 那他在进去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 再拜托两位在会后 提供相关资料 以上谢谢 谢谢李委员 接下来请 吴委员欲请法言 好 谢谢主席 我想今天 讨论 我想针对有关 修护士正义 修护士司法的问题 来请教 林秘书长跟 我们蔡部长 那因为刑事事送法 在去年12月10号 判断通过 今年1月15号要上路了 那其中有两个条文 是新增了271之4 就是由法院与 延迟辩认终结前 得将案件疑护调解 或依被告人及被害人之申请 得听取检察官代理人 辩护人及辅佐人之意见 转介适当的机关 机构或团体进行修复 这个把修复士正义 直接入法 那还有这个248之2 是针对检察官的 检察官在侦查的过程中 也是可以把案件交互 这个调解 或依被害人跟 被告或被害人来 申请转介 这两个条文 其实是蛮努力的 我想 这个部分应该是说 法务部 从99年就开始 推动了所谓修复士正义 或修复士司法的方案 能够把他入法 我想这是我们在斯改的国事会议里面 大家都一直很期待的一件事 但是有些事情 我今天就先特别先问问 司法院林秘书长 为什么要这样问 因为法务部已经有实施10年的方案经验 所以反而这个部分加在法院 这份法官在 这个延迟辩论终结前 是可以调解 和可以交互司法 这个修复士司法 那林秘书长这边 对于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调解跟 所谓修复士司法的差异性 应该法官会清楚吗 我想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因为法条规定的很清楚 可是我比较担心的是说 我们法官对于这两者的差异 虽然可能清楚 但有没有受过相关的训练 因为我就知道 法务部那边对于所谓的 这个修复士司法 其实有针对这个所谓的 修复士司法促进者 有做一些训练 那我不知道我们法官这边 会来得及吗 因为法案刚通过 刚要实施 那可能就立刻上线了 那我不知道我们法官们 有没有经过这方面的相关的训练 这个部分让我们彭听长来回答 好 谢谢委员的提问 有关修复士司法在 这个行事诉讼的部分 是前一会期 某个委员们刚通过 对 那所以我们现在还开始 在布建相关的一些措施 那包括说建立这个修复 促进者的名册 那联系 这个相关的资源 所以这一部分会是跟法务部的人员相关一起应用是不是 目前我知道大概现在大概一千多人左右的这个成员 是吗 法务部部长 是吗 呃 你说参加者的 这个促进者 就是修复士 促进者 促进者的人数 应该各地检 他都有不同的 呃 邀请这些专家来参与做促进者 那总共的人数 我这边所谓没有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从我们开始实施到现在 总共有执行了2131件的 是 这些司法 这个 所以我想问的是说 我们这个 271条之4的这个条文通过之后 我们司法院这边有什么作为 还是都交互给我们法务部这边来执行吗 报告委员 我们 让我更清楚一点 是是 我们非常期待能够借重法务部各地检署 在这方面的运作经验 所以我们在这几个月呢 也都不断地跟这个 各地检署来进行联系 看能是不是有既有的这个修复士促进者 能够列入我们的名册 来进行 我能不能请求 就是说请法官还是要经过相关的训练 因为这是会涉及到品质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法官 没有对修复士司法有一定的认识 那他可能在言辞上面 就会有一些去促成和解 促成大家就是谅解 这个饶恕 这些话语可能对被害人来讲 可能会是二度伤害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不能说只有依赖法务部 现在有的这个修复士促进员的这个人数而已 还需要这法官对于这个修复士正义 要有个清楚的概念 免得在法庭上面有些延迟可能会造成二度伤害 是 当然 还是能够有一个计划训练的计划可以提出来 法官在这个法庭上面为了了解被害人 或是当事人愿不愿意进行修复士的这个 后面的这个程序 当然他必须要有一个适当的延迟 然后我由一个具有专业的第三方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程序 就是担心那个延迟会造成二度伤害 所以要非常的希望还是要有相关的训练 课程能够让法官们了解所谓修复士正义的真正的仪式是什么 是委员交代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来援理这相关的课程 是那另外转介给适当的机关机构跟团体进行修复 这部分也都要交给法务部这边来处理吗 有没有名单了 或是你们有没有去促成更多的新的一些单位一起参与 是报道委员 像我们现在除了希望地检署能够支援之外 另外我们也跟各地的法服的机关 或是现在已经有在做相关操作的一些律师工会 那是不是能够成为我们的修复士出境者 那本于他们原来就有的经验来协助我们的这个案件的进行 好所以现在就是还在搜寻跟建立名册 当然我们也期望未来相关的监督机制 能够也有一定的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出来 促成他们加入之后当然也有相关的监督的机制 那我想我们看到2017年的师改国事会议里面 针对修复士争议的一个决议 他是提到说要本足于人本的精神跟善意沟通的原则 那落实尊重多元文化的精神 协助当事人疗愈创伤恢复平衡 互原破裂的关系 建立在和谐的社会下来降低犯罪的一个目的 那所以将这个修复士司法法制化 我想这个也就去年达成了 那所以刚刚提到说在相关的这个原则上面 怎样让人本的精神跟善意沟通 来进行这个修复士司法 让不要让我们的被害者当又受到第二度的伤害 这个我才会提到说需要有些相关的训练 因为我们台湾包括法务部的训练 才17小时 其实国外大概5到7天的训练 所以我们的训练 我觉得有时候还是显得不足 真正这个修复士司法的这个复原者 他们在这个促进者也在谈说这个课程是不太够的 好那所以这部我请司法院来协助 既然我们入法之后 怎么样让他品质能够确保跟提升 我想这是我们可能两个部 一个司法院一个司法部要共同来努力的 那请问一下再请问一下 修复士司法会不会影响被告的量刑 有没有什么可能会影响到量刑的部分 因为这个法院没有规范到 这个是个案的问题 不过我们从调节的经验来看 一般调节成立通常会影响 就是作为犯罪后态度的一个量刑因子来做考量 好了解 那另外就是在我们司改的国事会议里面也提到说 这个应该充实修复士司法的专责人力跟预算 还有法律辅助基金会这边也应该积极的来推动 修复士司法的服务 那我想请问一下未来司法院这边 因为去年才刚刚通过嘛 所以要你立刻编预算大家有点困难 那不晓得未来的这个预算的编列 以及专责人力的部分 司法院这边有没有跟包括跟法府这边做一些沟通 可不可以让我们彭京阳来回答 彭京阳现在正在拟据110年的预算盖算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这部分也提醒各法院 能够根据每一个案件所需要的资源的部分 大概是1万元到2万元之间 来估算一整年需要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如何 那同时本院也在思考 是不是能够在必要的时候给予益助 好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知道是刚通过的法 所以今年要编列明年的预算 我们希望能够预做这样的一个准备 那希望法府基金会应该也是可以一起加入这个相关的一个协助 那另外有关也是跟司法院这边有关的 少年事件处理法第29条 其实在去年5月份修订过之后 也是有增加了这个修护士的这个正义的部分 那这部分应该是少市厅的这个业务 那这个部分我们是建议说除了加害人跟被害人的修护之外 是不是可以提供亲子的修护 因为我想这一块其实在少市法里面应该是蛮重要的一环 所以这部分未来在 这个部分我们也来规划 好 那我想基本上今天就是希望能够针对这个 修护士正义修护士司法的部分 我希望司法院一起重视 那我有一个部分要问法务部部长 因为看到这个过去年99年就开始推动 这个修护士正义的议题 那过去大概我们是针对有意愿参与修护的 加害人跟被害人或被害人 可自行申请或检察官以案件侦查过程中 认为有符合本方案的就可以提出来 可是现在我们的法营规范到变成是 是要依被告及被害人之申请 没有检察官主动提起的这个部分 我不知道未来有可能是检察官依照情况 然后认为适合的话也可以提起吗 应该检察官在处理案子当中 如果认为有需要的话 还是可以啦 因为法里面确实没有 透过他们双方的同意 大家一起来进去 过去你们的事办是或 被害人或 加害人或而已 现在是变成急 这个部分变成趋严格了 当然修法好像趋严格了 所以我想这部分也可能 可能法务部跟司法院这边可能一起来帮忙 如果双方有意愿 而且也是条件符合 应该是来一起协助 让这个修务室正义 修务室司法可以来进行 是 好的制度我们还是会继续的推下去 一定有一定的成效 所以也入法了 所以我们希望 未来入法之后不是限缩了更多的条件 而让很多需要的人进不来 所以我希望这部分我们一起来努力好吗 好谢谢 谢谢 好我们谢谢吴逸晴吴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郑运彭 郑委员 主席各位首长各位同志大家好 那今天看这个题目 我们招委所定的是一个很少见在立法院的巡打主题有问号的 那可见的这个议题不好讲 就死不死刑保护了谁 那如果讲的不小心失言了 那认为该完全执行死刑的 会不会说没人性 那如果觉得该 那要废除死刑的 然后这些人会觉得说 你人权搞过头了 台湾大概就是这样的社会 所以这个议题不好处理 那在谈这个议题之前 我的看法是这样 政府因为法务部的报告里面就是说 我们需要逐步废除死刑 部长这样没有错吗 这是 政策是这样子 这是部长你上来之后的政策 还是蔡英文总统的 从什么时候延续下来的 从不管是 我讲国民党政府时代 或是到民进党政府时代 一直都延续下来 就是逐步废除死刑的政策 所以常常讲什么两宫约 然后讲说这些什么逐步废除死刑 这应该就是延续的 延续下来 不是你 也不是蔡英文总统 不是 也不是马英九总统 是 陈水扁总统 是延续下来这样 这个先确定一下 不然每次 政府在执行死刑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堆媒体 或一堆评论就说 这个是执行死刑 是为了骗票 所以我们台湾这个社会 舆论就有这个 很莫名其妙的一个感觉 那会说骗票表示什么 他们直觉认为 这个社会要求执行死刑 执行死刑 说你看 几年来都不枪毙 现在一枪毙就是为了骗票 你要知道我们社会是这样的 这个也不容否认 我们这种民意代表 在外面跑 在外面接触到人的时候 有很多人在说 你那边就拼一拼 拼两个人说 民主在的机器 台湾是这个社会 这个我等一下慢慢解释 所以我们都要理解说 台湾对于死刑 以前我们 我在十几年前 在民进党中央党部的时候 我们也有民调中心 民调中心的主任 告诉我一个现象 他说废除死刑 是台湾最有争议 但是最有共识的一个题目 最有争议是什么 大家都觉得说 废不配死刑应该要谈 但最有共识是什么 九成以上都赞成要废除死刑 这要有死刑 九成以上都要有死刑 所以你怎么做 大概都八成多 九成说台湾应该要有死刑 可是他们又不相信司法 不相信司法 怎么要这个司法 是这个政府体系 来判人死刑 执行死刑 这非常矛盾 在讲这个之前 我觉得现在台湾 如果你是要逐步废除死刑 我觉得我们的手段 讲这手段没什么效果 这个等一下部长 跟那个 部长我来跟你讨论一下 我们现在看几个数据 你现在可以统计得到 从2026年来 82年到现在为止 那有到死刑或无期徒刑 人数最高法院 刑事上述确定的案件 你可以发现几个状况 以前死刑判 每年大概会有10个上下 到现在几乎是个位数了 甚至是零 那死刑确诊人数是下降的 然后再来是无期徒刑 也是在下降当中 那所以 从阿扁时代比李登辉时期 死刑大减 马英九总统比前一任的 陈水扁总统 无期徒刑大减 那蔡英文总统开始 两个都减 那死刑减少 应该是我们的 唯一死刑拿掉的关系 但是无期徒刑 为什么会大量减少 可能是现代的法官 不太喜欢判重刑 那也有可能是 我们现在的重大刑案下降 就自然变好 可是台湾这个社会 都认为台湾要乱世用重点 就是那个重大刑案下降的状况 是社会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这种封建教育 我们台湾社会都认为 自己很不安全 可是外国 我都跟他们说 外国公安科敢来台湾 日本人都来 标记台湾很安全的啊 你去日本也觉得很安全的嘛 来台湾就很安全的啊 可是他们因为从小被教育 60岁以上的 都认为台湾是乱世 随时都觉得很乱 这是个对台湾社会安全 错误的理解啦 所以死刑是 的确是在减少 少用 年薪法官也不太判 但是无期徒刑减少 这一点比较少说明 那执行死刑的人数 这26年来是这样 李登辉总统 时代184人 陈水扁总统 时代32人 马英九总统 8年 33人 到蔡英文总统的时期 就一人 前两年 因为第三第四年 我不知道部长 我不知道 你们有统计啦 我们就写一人啦 顶多也是两人 那现在 一人而已啦 确定是一人 没有错啦 也没有什么骗票 就是没这些啦 那近年来 定验到执行最短 就郑洁 18天 但郑洁非常特别 是因为他已经有监视器了 所以大家都看得到 他那个行凶的现场 几乎是现行犯了啦 所以他执行 大概没有人有意见 但是郑洁的特殊是应该 我的判断是他有精神的状况 那我常常告诉人家说 有些人是因为他不敢自杀 精神状况 那个跟 非常偏离 非常偏离社会啦 不敢自杀就用 可以判死刑的方式 让政府来杀我 也有这种人 那我告诉他们说 如果因为这样子 有人不敢自杀 要政府来枪毙我 所以我去杀一个人 那个人很无辜啊 是制度杀的那个无辜的人 他们听得懂 但是想不太到这种逻辑 一般人大概是这样 那目前死刑的 定验未执行的 还有39人 到今年大概 最早定验的还没有执行 大概快要20年了啦 从2020 4月27号定验到现在 大概20年啊 下个月就20年了 大概是这个状况 那所以我刚讲说 死刑大幅减少的原因是 91年跟95年 在那个惩治盗匪条例的废除 跟海盗法的唯一死刑都废除了 第三个我的判断是 现在的法官都不太判死刑了 甚至检察官也不太求逐死刑了 大概会是这样的状况 那社会对于这个 不判死刑跟 那只判无期徒刑 没办法理解就是 他假释 很快可以假释 那过去是平均13年 后来94年 改成提高假释门槛 到25年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25年也出现 20年了 一关45年出现 还很壮年 那我们觉得说 过去为什么假释门槛低 是因为过去平均年龄低啊 那现在平均年龄拉得很高 真的560岁出来 其实还蛮壮年的 社会就不喜欢众人 台湾对于更生人是很歧视的 那但是回过来说 社会有这种理解 那有些是误解 我自己也在看说 台湾的司法 到底有没有能力判人死刑 这个两位可能 你们会觉得不太公平 我拿数据给你们看 台湾司法真的有资格 判人家死刑吗 刚刚26年来的统计 红色那个9年 是因为有白色恐怖的相关条例 在补偿跟赔偿 26年来 我们的冤狱赔偿总共6699人 扣除掉白色恐怖 就那9年红字了 大概5400多人左右 我们的冤狱有1263人 对我来看是不低哦 不是说每个都死刑 无期徒刑重刑啦 这1263人 每一个都是国家确定你冤狱的 你敢乱扒吗 给我败送你嘛 那谁赔偿 纳税人赔偿啊 不是那个法官 判冤狱的法官赔偿啊 也不是法务部长赔偿啊 也不是总统赔偿 我们纳税去赔偿 这些冤狱啊 所以白色恐怖扣掉 这是纯粹的司法冤狱啊 那如果你司法冤狱那么多了 假设这1263个人 全部都死刑 这个人命谁要赔 没人要赔啦 就是纳税人赔 一般我们社会 也没有想理解说 那冤狱这什么多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冤狱那么多 如果我们看到 最近这几个判死刑啊 这些纵刑被 被犯案成无罪的 江国庆在2011年 苏建合案2012年 徐志强在2016年 郑家哲在2017年 那谢志宏在2019年 最近几年 大概每年都会有一两个案子 从死刑啊 纵刑都被判无罪 这些都是冤狱啊 都是要国家赔偿啊 所以我很怀疑的是说 台湾你这个事法拿下 到底有没有资格判人家死刑 所以我们是一个 社会是一个不相信 政府的司法品质 但是却要这个司法 来判我们死刑的 所以我在跟 在我跟选民在辩论这个的时候 我都跟他们说 你被人吸引我可以了解 报复主义嘛 杀人偿命 没有人在讲教不教话的 那第二个 为什么他们反对无奇徒刑 所以他们认为 监禁浪费纳税钱啊 你觉得国家里面 我自己很不甘 但他们有想到 被愿意赔偿的 那个那些人 你还不是要赔他钱 再来他们刚刚我讲的 无奇徒刑很快被放出来 最后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其实司法观念 人权观念不进步 我们这个社会就是 宁愿错杀一百 也不愿错放一人 我常在委员会里面讲 反正死人的 冤狱那些有时候都比较衰 反正我是好人 我不会被判冤狱 他们就觉得是这样 他们不会觉得说 我突然到某个场合去之后 突然监视器拍到 我最后一个出来就是你 所以你一定是杀人犯 他们没有想到 自己会是冤狱的受害者 所以台湾的社会 就希望说你爱破西行 反正冤狱已经是别人 死了是大家赔 也不是赔我 我不会是受害者 我们的社会的观念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矛盾 我希望说我们在什么 若人权议题啦 废除死刑啦 司法改革 大家要理解 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啦 那这个要从 我们从那种封建的 威权时代的教育到现在 有很多年纪比较大的 没办法接受这种人权的辩论 跟个案的辩论 所以会变成说教化 刚才应该是部长讲的嘛 如果你要说终身建计 教化 法官在判决 不求主使刑的时候 他说有教化的可能 在我看来 那个法官也不太负责任 反正教化不是 我是监狱的一个事情嘛 能不能教化 他也不知道 他不用负责啊 他就找不到 他不判死的理由 因为他总是 社会有压力嘛 就跟他说可以教化 可以教化就不判死 然后大家觉得 这个什么行为哪能教化 大家就是陷入到那个辩论 没有意义啦 没有意义 所以这个是台湾的现况 这是台湾的现况 那所以我们现在 整个要推动 这废除死刑 主席不好意思 再跟你借一分钟 社会难得的共识 就是说 如果你去做民调 就不要再念民调的共识 就是说 我们反对废除死刑的人 他其实某种程度 大概有20%左右 25%还可以接受 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这个主张 那废除死刑的人 当然希望说 用终身监禁的方式 可是部长你说 他在 你一辈子出不来 你在监狱难管 我告诉你 这个社会认为 监狱难管是你监狱的事情 不是我的事 那你也带起啦 不能叫话 也是在监狱里面 他不能出来 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 除了你们现在 我们现在法务部的 逐步配除死刑这些作为之外 我有一个法案 从第九届放到现在 五四年多 我不敢去签 就是重刑犯的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了 那所以第一个 我是希望说 刑法33条 加一个终身监禁 这是第一个方法 跟 大概也很多人建议 第二个是什么 部长跟律师长 你们考虑看看 在终身监禁之后 既然政府是逐步废死 我们要从政府发动 一个废死公投 十年一次 二十年一次都没有关系 让公投来决定 台湾要不要废祝死刑 就是说你用 终身监禁 重刑犯往那边判 反正法官也不太判死刑了 有人看到 逐步有成果 这些人不会出来危害 但是有一些人 会是冤狱被平反 那我们这样子 让社会可以理解 终身监禁的价值之后 发动公投 公投如果过就废除 公投不过就继续有死刑 公投这个步骤 我觉得政府可以站在 宣导废除死刑的价值 这个立场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继续执行 继续判刑 每十年一次 让社会来决定 我认真应该可以考虑了 好不好 这种程序性的政策 我觉得该做 跟政党无关 可能跟价值也无关 但是这个做给大家看 做一些人权教育 跟法治教育 我觉得是应该的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部长 谢谢部长 好 谢谢 郑委员 本席建议 下次 可否请本席才是 应该绝对不会 不让你多发言一分钟 对对 应该绝对不会 让你 禁止你多发言一分钟 那因为今天这个议题 其实蛮重要的 所以 那个 打问号的原因 就是说让 不同意见的人 都可以各输己见 不过刚才 那个政委员 已经讲得很清楚 其实就是对 司法的不信赖 好 那我们谢谢 那个 政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 钟嘉宾 中委员 好 谢谢 好 主席在场委员先进 列席的 政府金方首长官员 会场工作伙伴 汽载门经理先生 大家早安 那 今天 有幸来参加这个 专题研讨会 我们来谈一下 法律之前 权力又要怎么对等 那我们讲 在去年 台湾的戏剧 有一个很有名的 叫我们与俄之间的距离 请问民主长跟部长 有没有听过或看过 有 这部电影 这个剧 有听过 那他在探讨 犯罪议题 专题研修复制正义 刚刚也有几位委员在谈了 他是公事史上第三高的收视率 那请问一下 秘书长 你觉得哪些群体 明文规定是不能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人 就不能判死刑或无期徒刑的 我上面有做一些暗示 基本上就是刑法19条的过程 这没有错 那部长呢 是 也是这样的答案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未满18岁的少年 跟超过80岁的人 是不能判处死刑 跟无期徒刑的 很奇怪 就是说我们刑法第19条 是因为他的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 那他不能不法或检释其刑 可是呢 刑法的第63条呢 他说 因为他的受我犯罪 我们必须判断 他有责任能力 那根据公民与政治权力 国际公约第五条 未满18岁之人 犯罪 不得处死刑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些人也是不能处死刑的 是不是这样 对 没错啦 好 我们看一下 那请问一下 18岁在刑法上 负完全责任能力的人 有没有要进兵役的义务 部长 你做个兵吗 对 我们兵役起义是几岁 兵役法 起义 起义的年龄 应该18吧 对有18嘛 18有负完全行为 责任也要服义务 好 假设一个情况 20年2020年 今年总统大选 有个小明 19岁的青年 阿华是21岁的青年 但是他身心科确诊 但是没有受到监护宣告 请问当天 谁可以投票 阿华 可不可以投票 没有受到监护宣告的人 可不可以投票 部长 你觉得呢 可以啊 可以哦 你觉得小明可不可以投票 19岁 不能投总统嘛 对不对 不能投总统 因为20岁还能投票嘛 对不对 好 结果两个人呢 投票格之后去抢银行 小明是完全责任能力哦 要刑法要判刑哦 阿华呢 他适用刑法第19条哦 是不是这样 结果呢 同样的 不能投票的人 去抢银行 要被判刑 可以投票的人 抢银行 却可以 没有责任 部长 你觉得 站在 法律之前 权力入对等的情况之下 您觉得这合理吗 这个 这样的 类比好像有点奇怪了 奇怪 一个是投票的问题嘛 一个是刑事责任的问题嘛 一个是刑事责任嘛 就是说我可以行使 投票的参政权 但是我可以免除 刑法上的责任 一个是我不能够行使 公民的投票权 但是我要负完全的 责任能力 好我们来看 18岁负完全的刑事责任 但是呢 你看我们公职人员 选与罢免法 年满20岁 才能够有投票 选举权 政党法要年满20岁 才能够担任政党负责任 而且总统副总统的选举 要年满20岁 才能够投票 不止这个哦 还有很多我们往下看 有没有看过这个广告 车车 喜欢吗 爸爸买给你 部长 你有没有买过 瓜瓜乐或乐特材 没有 你知道吧 好 应该也不会去买啦 我在想 好 好来你看 公益彩券 未满18岁的人 不能买嘛 对不对 满18岁可以买公益彩券 到这个法条 是可以啊 18岁我就可以买 还可以拿奖金啊 那 19岁的人 可以买彩券 可不可以买运动彩券 上面告诉你 未满20岁的人 是不能买运动彩券 请问啊 乐透 乐透彩跟运动彩券 什么地方不一样 为什么一个 19岁的人可以买 一个19岁的人不能买 有没有道理 好 我是觉得是不是认为说 运动彩券太过于刺激了 你要年满20岁身心成熟 才能买运动彩券 但是你知道年满18岁就可以去呱呱乐 好 这个让你们思考一下啦 我们再往下看 好 成年的概念 民法第十二条 20岁为成年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秘书长你同意吗 20岁为成年 成年的定义是什么 成年就是大人啊 对 完全的行为民族 那部长呢 你认为20岁是大人吗 什么事情是大人可以做 那个不是大人不能做 在法律上当然20岁为成年啊 这是已经相当长的时间啦 对啊 每一个时代或是说 对啊 调社会的进步不一样吧 所以 同样一部民法啊 来 20岁人说大人啊 我们来看这部电影 李耀纳多一个神鬼交锋 这个高兴小孩 18岁高中还没有毕业 他就可以去冒充飞行员 骗着空姐团团转 还可以去考上律师啊 得到一个准岳父啊 还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啊 你看他可以当飞行员 医师律师 用这个 这个李耀纳多扮演的角色 实在太厉害了 现实生活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问一下啊 警察 保全 摊犯 跟 银行交易员 未满20岁 哪一件事情可以做 哪一件事情不能做 我如果未满20岁 我不可以当银行交易员 你认为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当摊犯 你可以当警察 部长 我来问一下 法律有没有规定 未满20岁不能当警察 他要考 警察特考嘛 对 可能是在考试之前 就有所限制啊 但是法律没有规定 未满20岁不能当警察嘛 有没有 法律规定 完全没有规定 好 都是你要那么多 你有办法用 想办法混上去 考上律师 未满20岁 没有规定不能当警察 但你知道吗 保全业者 未满20岁不能当保全 法律规定 不满20岁 你不能做保全 但是 不禁止 你不能做警察 你不能摆 20岁才能摆摊犯 但是呢 未满20岁要已结婚 或者未成年已结婚 可以当摊犯 奇怪了耶 结婚跟年龄 限制我们人的经济生活的权利啊 你不觉得吗 你也是有悲天敏人的胸怀啊 你要看 我们来看纯娇和季兵 相关的工作 我们来看一下 来 这个往后 往前跳 来 纯娇和季兵 季兵是19岁的男性 纯娇是17岁的女性 两人相恋 到淡水去打拼 请问他们可不可以结婚 部长可不可以结婚 纯娇17岁 纪兵19岁 法定代理人同意 不用啦 对啦 但是女性年满16岁 男性年满18岁 就可以结婚嘛 是不是我们好年跳 是不是看到 民法第980条 男性未满18 女性未满16 不得结婚 反过来 女性达16岁以上 男性达18岁以上 就可以结婚 一对未满20岁的男女 在民法上可以结婚 但是不是成年人 他只能去摆摊犯 但是呢 他不能够去当保全 不能去银行 还有不能做什么往前看 他不能做什么 不能到工会 不能担任工会的会员 不能接受什么 国民教 他说这个 我们社会教育法 这个文字有错误啦 还有农会法 做农 他也不能做会完 二母二十岁 我们两个女儿不结婚了 合法结婚 男性达18岁 男性达16岁 民法可以结婚 我们去做事啦 政产啦 不能够自己拢会啊 也不能去抓他 做虚非虚民啦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我们再看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啦 去年才通过的 我们的七十八号施行法 对不对 七十八号施行法当中 部长你很熟嘛 未满18岁不得潜力 潜力是关系嘛 所以你的性倾向 让在婚姻平权上 一边是男女 一个是18 16就可以结婚 一边通通要18岁 请问一下修改哪一个才能平等 是修改民法 男女都要18岁 还是修改七十八号施行法 让男性跟女性 有18岁跟16岁的差别 部长你觉得呢 怎么样才平等 我们觉得应该去修民法啦 应该修民法吧 左手再去修了 有啦 好很高兴今天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 不只这样子啊 未满20岁人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在上个星期办了一个公听会 立新基金会的督导 郭督导呢 他说受报的少年 未满20岁 他就说很多未满20岁 在家庭受报 18岁了 他搬出来住了 他没办法签订租屋契约 没办法银行开户啊 他陷入一个高风险的生活状态 我们现行的法律 对未满20岁的人 这些生活行为能力的限制 是对弱势者的压迫 民事长 你很关心弱势者 你觉得这合理吗 这对合理吗 对未满20岁的少年 他家暴 他搬出家庭 他要自己生活 未满20岁了 银行开户了 也不可以啦 也不可以去租屋啦 你觉得这合理吗 似乎有 让你有彻影之心啊 对不对 感觉 虽然你戴着口罩 我猜想是这样 来我们往下看 所以我们纵贯 18到20岁的相关法律 有这么多 有些是保障的 我们很好 但是很多20岁 你就限制他参政 比如说20岁 是让你限制他的工作权 20岁以下 你认为他不具有 完整的行为能力 包括什么 部长 部长你知不知道 你家有没有小孩 有没有未满20岁的子女 没有 都打大了 如果你还有未满20岁的子女 我要告诉你 我家有个高中生的小孩 我告诉他 你要养狗 对不对 不可以 因为根据动包法 未满20岁不能登记为四族 没超过20岁 不能像这样 这个青少年朋友 或者未成年的朋友 听到18岁了 我们的毛毛小孩 爱好很多 主席再跟你争取一点时间 对吗 那个我们比照 刚才政委员一样 一分钟 我们拜托 那个议事人员 同样记录 那那个委员才可以看得到 好 那我就 就是把它说完 谢谢一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 那个上星期 我们办了一个座谈会 跟承诺书 有跨党派的委员签了 要让18岁的公民权 不只这样 请除了民法 跟参政的相关法条之外 请秘书长 尤其是部长 全面检视现行法规当中 有关18岁到20岁的年龄的差别规定 寻求适合当今我们社会规范 好不好 那改善义务起于18岁 但全力重于20岁的差距 最后这三点结论 部长您同意吗 我们已经在做了 已经在做了 对 那跟年龄有关 将近有240个法案条 清单可以给我吗 240个法案 好我们会整理 好 那您愿意共同来努力 是我们愿意 民主长您也愿意加入 那没有问题 好谢谢 谢谢主席 谢谢总委员 那也拜托 那个民主长跟部长 会后的时候 把刚刚提到240个相关的 那个条文呢 都送给本会的委员 好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刘世芳 刘委员 谢谢主席 我想先来就叫一下我们法务部的蔡部长 部长 那个请问一下您记得我们中华民国最年轻的死刑犯是哪一位 是不是一位原住民的青年 叫汤英生 那是很久以前了啦 1987啦 1987 对他当时服法的时候 判死刑的时候是19岁 那从1987到现在为止 我们对于死刑的这样子的一个起诉或判决 法律上面有没有做任何的更动 包括很多处理的审理程序上面 有还是没有 我们自己在审核死刑案件的执行啊 我们也定了一个实施要点 不是 我们说有没有任何法律 是因为从这个 因为汤英生这个死刑犯判决 到现在为止 我们在法界有很多不同的 这个不管是检讨 有是精进的方案 有没有任何法条 是因为汤英生这个案子而做改变 法律本身我要再查一下 但是实施要点 行政命令上 行政命令是另外一回事 我是说法律上面 好像没有嘛 如果有的话 我们在法院 在那个立法院的系统就查得到嘛 那我同样要就教于 司法院的秘书长 这个汤英生案到目前为止 如果也是同样的案件被判死刑的话 是不是在我们司法院的系统里面 也是照常是判死刑的 还是有改变 有还是没有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 比如说 比如说 19岁 他不应该被判死刑 20岁才可以 是不是这样子 有还是没有 不是我们刚刚看那个 刑法63条 那个是 19岁不算少年犯 不算青少年犯 所以他也可能被判死刑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让我们回想起来 在目前为止 就是前一阵子 包括我们行政院或者是司法院 同时要处理一个叫做国民参审制 其实我就是要从这个地方来 就叫两位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们也曾经提供这个部分的 从104年到108年 犯罪被告的平均建树表 在最新本刑跟年均建树上面 7年以上大概是1130人 那10年以上是494人 无期徒刑以上是434人 请问一下 这个数目就是 这个434跟494 是包含在1130里面 还是是除外的 这个数目是哪位可以回答 那个委员提到的说494 494件跟434件 这个是包含在1130里面 的母数里面 还是是除外的 应该是包括 这是包括在里面 包括在内嘛 所以7年以上都有可能是犯死刑罪 那犯死刑罪的话 大部分都知道 因为目前为止 我们也签了这个联合国的 这个若干的人权公约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 在法界的人认为说 废除死刑这件事情 需要从长记忆 所以呢 我们加入这个国民参审制的话 有没有对于废除死刑 这样子的一个争议 有解除的空间 或者是可以削减 社会上对于死刑没有执行的空间 这个秘书长还有蔡部长 您分别回答一下 跟委员说明 这个就是 当国民法官加进来以后 这个会让国民 比较能接受最后判决的结果 不管他是 这个个案里面是除死 比较能够消除争议双方 比如说赞成死刑不赞成死刑 或者我们封建遗留下来说 这个杀人则死啊 这个一定怎样 大家都可以更透明 来看待这个案件发生的前后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 不管是这个犯人 犯案者本身 或是当时社会的压力 经济的压力 等等这些是吗 所以你认为说 请说 我们相信在这样的个案中 经由国民参议审判 因为我们的设计 六个素人 就是国民啊 来加三个职业法官 一起来决定 有罪无罪 一起来决定刑度 所以最后的决定啊 由于国民法官占绝对多数 就是六比三 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 有没有可能到后来 譬如说汤英生这个案子 真的是六比三 职业法官说要判死刑 然后国民法官说 No 不是死刑 都有可能 对不对 都有可能嘛 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嘛 那没有 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否则你们做国民参议是没意义嘛 那我在同样问这个部长 您认为呢 在您的看法里面 国民参议以后啊 他当然会经历这个判决的过程嘛 他更体会到法官 为什么这样判 那以国民的立场 他如何思考会有帮助了 对于法治教育也有帮助 对于将来死刑要不要存费啊 大家会有多深层的思考了 是 我们当然是有这样子 比较正向的思考了 就像我有跟林秘书长提到过 我自己看了一下 尤其我们也 民意代表也常常有到这个监索 去看待这些 这个被关在里面的这个囚犯 我发现到说 其实社经阶层比较低的人 其实犯罪的这个刑度也好 或者是说他们犯罪的比例 可能会比较高 偏高 那这个偏高的时候呢 也有可能说他们被判处死刑 也有可能偏高 因为他们对于法律 不管是在执行的程序上面 或者是法律的教养上面 可能比较没有像一般中产阶级 或是有很多律师检察官 这些熟悉于司法体系的人容易 能够对自己做辩护 所以加入国民法官的概念呢 其实看目前为止来看呢 其实是可以肯定跟认同的 比较可以消除这种社经阶层里面 产生阶级差异上面 判断失准 尤其是职业法官 因为职业法官的养成 多一半 就是他们已经进入 比较高的社经阶层的话 比较会忽略这个程度 但是我们在处理这个国民法官 在怎么样做这个筛选的时候呢 其实有出现一些困扰 这些困扰 我们曾经在其他的这个场合上面呢 就叫过各位了 我现在去把它稍微做一下 第一个 国民法官筛选 如果有原来的这个选 这个区域上面的限制的话呢 会发现到说花莲地院 金门地院 澎湖地院 跟连江地院呢 他们处理的这个县市人口呢 比例非常的低 那如果你把很多 不可以担任国民法官的人扣除掉 比如说民意代表 政党代表 或者曾经有犯罪记录 或者是有担任过这个法院的法官等等 全部扣掉以后 真的人数非常非常的少 那我们想要接地气 是好事 可是接地气到后来呢 你会发现到说 这些人都互相认得 就好像我曾经提到 我们在做国民法官限制的时候 第一个 要不要设性别比例 请问一下 有没有要设性别比例 这个要设性别比例 跟委员报告 这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他 目前没有吗 就目前没有就对 目前我们的草案 目前的考量还没有啦 因为很难做 那么技术上很困难 第二个 如果他有原住民 或是外籍身份的话 要不要选任 跟原住民相关的法官 我现在讲的是国民法官 国民法官 要还是不要 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做这样的设计 因为原住民 他本身在母书上就比较少 所以各县市也都不一样 也就是说各地方法院的辖区 部长这就是我刚跟你讲的 我为什么第一个先提出来 像汤英生案件的时候 有谁能够了解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 他们的生活形态 样态 他们的社经地位 跟我们所了解的一般司法体系上面 是怎么一回事 第一个 第二个 性别比例的部分也是一样 我们到目前为止 好像执行死刑的比例 大概是男性居多 女性比较少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 比较有这个名字 有名的 所以社性别比例的部分 要不要特别考虑一下 像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性侵或是吸毒 现在的罪行都一直往上调生 那如果我们没有选任的话 会有没有选任上面的考量 当然刚刚秘书长都跟我讲说 有困难 我们哪一件事情 没有困难的都已经做完了 有困难的才继续做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因为他国民法官的选任 先要有辖区里面的 被选国民法官初选名册 接着下来有法院的审核小组 审核以后又做 被选国民法官的复选名册 当有个案的时候 才又里面又一样又随机挑选出来的 候选国民法官 那么之后才选出国民法官 跟被议国民法官 这中间还有 是说层层关卡跟层层门槛吗 好 那我就要跟你讲 你国民法官选任出来 第一个就是社经地位高 男性居多 然后自认为自己就是中立 不是蓝也不是绿也不是红 这些人到最后就是锁定某一些族群而已 我要跟您特别强调的部分就是一样 我们司法体系之所以不够公正透明 就是因为我所说的 我们在社经地位上面不够普及化 我们强调国民法官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叫做接地气 所谓的接地气不是说 你找到人可以吃饭喝酒 然后画扒拉肩 不是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说第一个你要不要考量 有没有设性别比例的需要 我不是说每个案件 我不是说每个案件 第二个原住民的被告 有没有选任国民参审法官是原住民的需求 不知道 还有外籍 我们现在太多所谓的这个外籍的 不管是配偶或者是 必须要接受台湾的这个 这个司法体系来管辖的范围内的话 要不要选任外籍的这个被告 陈述里面的国民法官 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是属于 已经规划到我们台湾的这个外籍人士嘛 就是比如说有几位相当有名的 我认为这几个呢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最后送出来草案的部分 但是我希望司法院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不要让死刑这个部分呢 永远是挂在我们自己司法体系上面的一个冤魂啦 让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做 可以处理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司法体系的范围 好吗 是 那委员指教了我们会来研究 好提供你们参考 好谢谢 好谢谢刘委员 刘委员您刚刚有提到的那个执行死刑的性别比例 是不是也要他们会后再提供给您 我有三个方向 好 不只是性别而已 还包括它是原住民族群还有外籍 是 我是说您刚前面提的时候 提到执行死刑的部分 你有问 要要要 再拜托这个 把那个执行死刑的时候 它的那个性别的比例在会后 也一并提供给 这个部分可能法务部是不是会 好请法务部 资料比较完整 好不好 再拜托一下 因为刚才刘委员在他咨询过程当中 有提到这个部分 好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赖湘霖赖委员 其实 呃 呃 部长 呃 在咨询这个费死相关的司法正义 议题权 我还是先就叫我上次针对我们在 呃 矫正机关 呃 预所里面 有关防疫的这个物资 跟状况的进度 啊 那之前有特别提到一些 预所的基层工作人员 他们对这个口罩的配置 我认为还是要积极去争取 那现在就是说 针对一些替代艺难啊 那现在在各这个 预所里面 应该都有替代艺难的配置吧 呃 现在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 对 剩下不多了 是 那他现在是不是 他们也在你们配置物资的 这个对象里面 对他在执行公务中是跟一般同人一样的 那现在是不是有发给他们一周一片 还是一周两片 是所有的包括管理员 艺难 只有针对艺难 我请角证署房署长说明一下 好谢谢委员 那我们目前的一个花配口罩 我们是在3月9号以后 以前我们是 请坐请坐 好谢谢 我们是要求进入借务期 余力通通通要佩戴 这个是我们在要求同人部分 那么3月9号我们就重新立定 余力就是我们借务期里面 就是内进去一粒配花每天 每天大概有多少量的库存 或者是说他们可以 因为现在就是很多担心这个有缺口 那有一些人员你们一定是义务会发给 有一些人会不会在这个之外 比如说艺难啊 基层工作清洁人员等等 我们在外科市的才 目前是每周是花一片 但是我们有配合口套罩 你们是用口套罩 是是是 然后里面是每天配的 这个政策会调整吗 是是 我们目前每个礼拜的需求量是13万片 是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认为不足 因为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只配6000片给我们花布 所以我们根本每天6000片对我们来讲是不符合的 不足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就已经 这个新闻透过部里面争取 将来就是要在家等于每个礼拜 就是每个礼拜要18万片 那我就请部长是不是争取一下 因为现在包括刚刚我们也看到 其他的委员会也在讨论这个庭会 也就是说担心有这个区域感染 社区感染等等的群聚问题 那建议里面的人员的进出量 还有一些工作上面的这个要求 应该都是要最高标嘛 所以是不是请部长就争取 抑南清洁工 还有一些这个基层人员的配方 一周可以不要只有一片啦 提高一点好不好 好我们一定比外面的防疫措施还要更严格 真的是要麻烦你们了 那我想我今天谈这个 在我们人权指标的一个重要的事项 那我想就叫就是部长 据说在现行的这个有关两公约 以及我们在国内实行这个部分 对于实行 我们真正的立场跟态度是什么 我们国家对于这个事情 终极的目标是什么 终极的目标牵涉到刑事政策 这个要由法务部来回答会比较适当 不过在个案里面 我们可以这样说 因为现行法治下 是有死刑的 那么所以我们的个案 法官当碰到这种死刑正义的案件 会审慎的去考量 这样的行种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讲 台湾在两公约实行到现在 我们还是期待在终极上面是费死的 这个目标应该是国能 是不是由部长来回答会比较好 我来说明一下 政府一贯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就是逐步的废除死刑 我们已经是往这个方向在努力 所以我们部里面也有成立一个 废除死刑的这种演艺委员会 也聘请了很多的国外专家 还有国内的专家学者 一起来参与讨论 我看到您已经开会 包括我们有一个相关的启动 逐步废除死刑演艺推动小组 本来是99年成立 你后来就终止到106年又重启 中间为什么中间那么终止 也不是说终止 杀人长命大概是个过去的部分 但那个心态跟情感一定程度来自于被害者的家人 家属情感 社会上面对于这种正义的返还的立即性 所以死刑作为一种 不管是情绪出口的一个暴富性的一个刑度 我相信再怎么样的现代文明社会都还是会有 可是它就是得要靠国家在刑事法相关的一个法治教育 人权教育以及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文明人 在这个生命权剥夺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态度了 所以当然会受到攻击或批评 但我认为终极方向是法务部刚刚讲到的我也认同 那比较是这18年来 过去法务部也曾经讲过说 如果是会照这个人道的角度去执行的话 有一些这个死刑其实是一种酷刑 那这18年来我们法务部在做各种社会沟通 人生命关系教育部分 有没有比较具体的内容 那目前你们觉得自己执行的状况如何 我们一直很努力 而且包括到学校去演讲 或是配合民间团体办各样的座谈会 我们都表达了一个法务部的立场 希望大家能多思考 如果废除死刑的话 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大家来想想 那这个成果是有慢慢的展现出来了 那现在大概过去都是认为 有8成以上的民众是反对废除死刑的 但最近我看到一个中正大学 他所做的民意调查 如果说有其他的替代方案的话 他的替代方案包括什么 包括就是无期徒刑 包括终身监禁等等 所以部分的反对声音会稍微降低了 我看到最近的数字是77.4% 当然这是一个学校的一个民意调查 是不是不够普及我不晓得 但是至少现在有显现出稍微降低了 但是我觉得还需要在社会多加沟通 是确实要多沟通 但是我想回归到一个就是说 怎么样的一个事件上面 我们会针对他处以死刑等等 一定是有他比较在严谨上 法律上的一个规范 那在这个就是ICCPR 就是我们公约的第六条里面有讲到 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里面 如果不是犯罪情结最重大的话 基本上不得可以实行 那我想就请教我们司法院 司法院现在有一个就是 有关于良刑的一个研究 那在这个良刑的研究 我们看到司法院有一个叫做 趋势建议系统里面 他也提到了有关于这个死刑或无期徒刑之罪呢 这部分是不会用这个系统来做研议的 那请问这个理由是什么 就是你们在这个良刑趋势建议系统里面 大概是在一百年建立的 那目前你们针对死刑或无期徒刑之罪呢 因为他无法素质化 所以你们说不在这个系统的这个建议范围里面 那这个当时到执行到现在 一百年到现在大概情况是如何 可不可以让我们彭天长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 跟委员报告 就是司法院在良刑系统的部分 是判断过去的经验值 累计一定的案件量 才能产生一个所谓的这个 数值化所呈现的一个经验 但是像死刑无期徒刑 他的案件量并不多 所以他应该注重是个别化的问题 因此我们是就个案做这个职性的研究 而不是做这个所谓的大数据量化的研究 所以我也是正要请教就是说 那如果以这个一百 2009年就两公约通过到现在 我们已确定判决的死刑 在这个良刑上面 你刚刚讲到的职性的部分 那你们现在有做出职性的相关的资料 来作为你们在良刑上面 法官的参酌吗 是跟委员报告 我们在106年有委托台湾大学 进行民众与法官对于涉及死刑案件量刑的 这个差异研究 之后我们也有一些研讨会 相关的这个这一部分都有所呈现 那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在进行的一个方向 是我想最后就回归刚刚有刘委员提到的 就是说未来不管是刚刚讲 也许改变一些这个行动的方式 可以让社会面对废史与否 但是还有最终我猜也是我们现在大家最期待 就是说一个国民法官的出现 一个国民参审的一个这个新的制度 是不是能够让社会更烧解 对于这种不管是实行行动上面造成的 这种社会的共识的撕裂也好 共识的和解也好 那这部分很清楚就是我们的职业法官 跟国民法官之间的合作了 到底我们目前已经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准备 职业法官要对国民法官解释良刑的时候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子进行 你们的交易方式是什么 这个跟委员说明 那么既有的良刑工具 就是良刑资讯系统 良刑趋势建立系统 良刑审逐四项参考表 以及我们的107年韩班的刑事案件良刑及定执行型参考要点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基础 那我们法官到时候会运用这一部分的工具 做对国民法官做适度的说明解释 是谢谢我想我最后就是还期许了 就是说今天这个主题我们当然不希望 社会的这种撕裂是因为我们对于法 以及我们对于人权观念的不同 应该是越趋近于国民的共识来作为 面对这个问题的心态 所以我还是期待司法院能够 针对我们的参审良刑的部分更加努力 让国民法官真的发挥我们能够期待他的目的 编委员最后报告一点 就是我们司法院现在积极在研议要设置 刑事案件的良刑委员会 那么将期待将来能让法官的良刑更细致化 以上 好我们谢谢赖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郑立文政委员 谢谢主席 首先我还是要先请教法务部 因为从上个礼拜四开始 乃至于这个周末到今天 那台湾呢都因为 我相信是因为全球疫情 乃至于台湾内部疫情都不断的升高 尤其是全球疫情的恶化 我们所熟悉的很多亲友在的美欧地区 疫情的快速的恶化 所以呢民生物资造成大家抢购 架上空无一物的这样的情形 那法务部呢马上就进行了一个动作 就是说网路上面的一个假消息 那大家都看到了这个网路的假消息 他当然讲得很夸张啦 除了民生物资是不是抢购一空 他甚至于还讲说是不是应该要去银行挤兑 那所以据我所知就据报导啦 法务部也采取了动作 去做了一些调查 就是说这个假消息的来源 然后新闻呢这边也讲 就是说因为呢这个抢购同机 抢购一空呢就是这个假消息造成的 我想请教一下法务部长 你觉得这个抢购一空啊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因为这一则的假消息造成的吗 那为什么今天银行开门了以后 或礼拜四他假消息就出来了 礼拜四就抢购 礼拜五银行开门的时候有人去挤兑吗 好像没有嘛 好那 那是因为有厂商故意囤积 然后制造这种恐慌叫大家去采购吗 还是什么原因呢 就你们法务部的立场 你怎么去解释 就是说上个礼拜四 是单纯因为这一则假消息 所造成的这个现象吗 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 大家现在都在抢购民生物资呢 跟委员说明 会抢购这个原因很多啦 包括社会的因素 心理的因素 各种原因都有可能 那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是厂商故意去囤积 以前也发生过 卫生室之乱的时候 就是发生 那这一次有没有呢 那这一次我们警调都已经在去了解 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 还是说你们正调查中 还在调查中 因为法务部调查局 它有一个假讯息的防治中心 对任何的可能的假讯息 都要去查证 所以我跟您确认一下 查明后一定会对外说明 对部长我跟您确认一下 就是说有一些 是像刚刚我讲的那个 大家所有的新闻都在讲这一则消息 就是可能有一些无聊的网友 或者是恶意的网友 或者是他就是 他可能也不是恶意的 他可能觉得就是说 他在网路上面看到全世界各种的消息 然后他就通知他的亲友说不得了了 是不是大家真的说应该要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是真的恶意的 我刚刚讲的是厂商故意制造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一类的假消息 全部都是归类于假消息的调查 是不是您刚刚意思是这样 各种可疑啊 不管什么动机 只要有人检举或是说看到这个社会有骚动 大家有疑虑的时候 我们都会启动去了解 那了解完了以后 有必要就要对外说明 来平息大家的一些疑虑 所以我也呼吁大家 对于一些讯息来源不明的 或是有企图的 有恶意的 就是千万不要再次的传播 否则可能就会涉及到刑责 是因为这一次的 现在这个抢购的 因为我看到几乎所有的媒体 都报道说是因为这一则假消息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身边很多的亲友去买东西 他可能根本没有看到这一则 他根本没有上网 他也都去买了 就如同刚刚部长讲的 这恐怕是一个对全球疫情爆发 然后台湾的疫情逐渐升高的一个 一个必然的反应吧 那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除了法务部的部分 你们除了去调查 就是说有没有人 释放各种假消息 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 恶化这样的一个情形之外呢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的作为 这个其实法务部在处理 已经是后端的啦 正前端的就是说 让这个物品能够更充分 那这个跟经济部 或是跟卫福部 跟其他部位大家都有相关的 我们想我们都会共同的来努力 譬如我们检察机关也有一个 这个民生犯罪的一个联系平台 那这个就是可以结合 检警调还有卫生 还有消保 还有公平会等等单位 就对于民生的问题 可能涉及到犯罪了 我们检察官就设进去 好那所以说这一次 不涉及到犯罪的 尤其他的主管机关 他们来处理 好谢谢部长 那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 大家的抢购 因为我看还在继续当中啦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 除了疫情的情形让大家紧张 然后呢 不排除到目前为止 你们法务部不排除 有人恶意的 就我刚刚说的那个网友 他可能是白目 他可能是不懂得 不知道说他自己讲这个东西 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效应 也有可能网友他自己就很紧张啊 我刚讲了 很多人现在网路上面 看到很多的消息 看到全世界各种 不管是真假的消息 他就很紧张 他自己就通过他自己的PT网路 他通知他的亲友就说 你们这种人很多啦 不要相信政府哦 要赶快自己去囤积比较保险哦 自己顾好自己比较多了 类似这种的 但您的意思就是说 你也不排除有人混水摸鱼 在这样子的过程里头 就有些厂商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 也故意的 去哄台这样的一个情形 都不排除 也有不排除厂商 他是要为了要提高他的价格 要故意去哄台 故意去制造这样的假讯息 假象 这是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 可能是境外的敌对势力 他透过他的网军 故意要扰乱我们的社会安定 那你们现在讲的这个Case 是网军吗 不排除 这个Case 我们每一个案都在这里 你们现在不是已经调查了吗 他已经被调查了 你们调查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好几种讯息 他很明显的是台湾人嘛 然后他自己都说 这是他在路边买饮料 突发奇想啦 他说他只是跟他的亲友啊 调查局就要去查 然后他还说我身上是没什么好查的啦 他还想说真正的网军是长什么样子 当然这是他写的啦 也不是说他写的我们就要相信啦 那就这个Case呢 他不是境外的嘛 对不对 也有可能 这是很单纯的就是 个人的一个反应过度啦 但是也不排除 这是被利用的 或是说得到一个 一个境外的势力的 给他一个错误的信息 然后他就被人被利用的工具 现在是这样子啦 就是说我们一切都要比例原则都要衡量 真正恶意的缴消息 你们绝对要误望误众要办 但是也不能够为了办这个东西 就无限上纲 让所有的言论自由 通通都没有了 一个寒蝉效应 所以这就是你们要拿捏的嘛 那接下来 我也想请教法务部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之前回来的时候 如果说你是要进 如果说你是有跟确诊的人接触过的话 那你是不是就要隔离 对不对 那我们的办法呢 就是说监控他的手机 然后呢 了解就是说他的行踪 他有没有到处飞 就是说违反的这个规定 爬爬罩 然后呢 去做一个监控 那现在呢 因为所有 我们把全世界都已经是三级了嘛 所以等于是全世界只要入境的 现在呢 我看他们的规定 也是通通都要登记手机 换句话说 也都是要透过手机 去监控他的行踪 那这是一个非常时期的 一个非常的一个做法 那据我了解 所以到底是谁在负责这个事情 然后他监控完了 当事人有没有被告知 监控完了以后 是不是就结束14天之后 你不能再继续监控人家的手机啊 这是违反了他的隐私权嘛 那过去 我们说一般时期 对于犯罪的侦查等等的 这一类的监控行踪 监控手机或监听手机 都是法务部调查局在负责的嘛 那么或者是国安单位 那请问一下 这一次我想要请问一下 这一次的疫情 进行的这个 对于要必须隔离的人 进行他的行踪监控 法务部有参与吗 有协助吗 没有 这个不是行踪的监控 这是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啊 希望他要待在家里 是啊 所以就是看他有没有乖乖待在家里嘛 对 卫福部他有发送一个手机之类的 让他整体都在固定 他后来手机不够用了啦 他们现在都是监控 那当事人自己的手机了啦 发给他的手机 他可以放在家里 也没有用嘛 所以另外登记他个人的手机 主要的用意是在 那登记了就是有监控嘛 不是监控 这主要用意就是 希望你乖乖在家里面 不然登记是登记好玩到 大家都啪啪照了 可是他登记啊 他就是要透过手机 确认他的行踪 他有没有乖乖待在家里嘛 如果他原来手机都是 有答话 有处理 有接 那知道他在家里了 没有问题 是啊是啊 人不见了 他没有在家里了 那才要去寻找 是啊是啊 我知道 那我是要请问说 这块是 法务部都要有协助他们吗 没有没有 这个我们要通讯监察 一定要得到法官的允许 有通讯监察师 所以这次的疫情中心 做的这个事情 完全你们都没有参与 没有没有 这个监控的事情没有 对啊就是这一块嘛 这一块啊 如果这个人他已经往外 啪啪照 不招规定 居家 你们才是帮忙抓 抓回来 我们也没帮忙抓 就是说他 有裁发的标准 那你们协助什么 我们协助说 你如果不缴 已经被罚了 不缴 那就要通知我们行政执行署 那结果你们 强制执行 那你们现在那个缴钱的部分 这是你们负责的 但是这个缴罚款的部分 执行率很低耶 不会 很高 不会吗 因为他不缴 不缴的话 送给我们行政执行署 我们行政执行署 就会最快的速度 强制执行 包括他的动产 不动产 最新的新闻报道 所以你们根本就找不到 人家罚钱的交钱 那是行政机关 他定的一个罚钱的时间 还没有到 如果一到他没有缴 他就会送给我们行政执行署 来强制执行 好你们只负责这一块 你们只负责这一块就对了 前面都没有 前面我们协助了 协助什么 协助法律意见 或是说 监控的部分没有吗 监控的部分没有 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 郑立文政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周春敏 周委员 好谢谢主席 那今天难得有法务部跟司法院一起来 我先请教部长 上个礼拜五要下班前 大法官释字790号解释出来 部长有什么意见吗 释字790 790 是我没有看到相关的内容 所以我没有注意到 那 没关系 那个我想以部长的程度应该很快就可以理解这个大法官会议解释 那还有我想今天这个部分作为我咨询的第一个议题 我是想提醒法务部 就是在自由时报有一位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宗谋老师的一篇文章 他这边有提到大概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法务部应该是政府的一个法律顾问 这是很明确的 但是呢他认为说起草的法案我们都是常年仰赖外包 那当然你们有研习有研修 但是最后的法院的那个法案的起草是不是有外包这个部分 那个部长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来探讨 另外就是针对目前的一个防疫 就是认为说上礼拜大家在吵的一个很热的一个法律问题 那当然是防疫在前 但是大家还是希望说防疫的相关的法规 是不是有一个完整的配套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法规法律是不是足够强到说 我们可以禁止这个高中生以下的这个学校的老师 学生可以禁止出国或者是这个医护人员可以禁止出国 那现在都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了 只是说在当时我们的防疫的视野有前瞻性 我们防疫的措施也非常的完备 算是超前部署 但是制定法律的部分恐怕还是让人家觉得说是在原地踏步 部长对这样的一个学者的投诉有什么意见 首先说明就是法案的外包 这个是没有这回事 法国部很穷 不可能有很多的钱去外包人家来做这个法案 但是我们可以征询很多外界的意见 包括可以办研讨会等等 那在防疫这个相关的法规跟措施上 我们也提供我们的看法 也给这个主管机关来参考 就是提供看法 但是好像不是站到第一线来解释 政府在这部分的法律够不够 那是由主管机关来解释 我们会提供法律意见给他们参考 这个部分有两个部分 因为这个是指挥中心 现在大家都是在指挥中心的一体之下 那事实上在这个法务部门或法律的这个咨询部门 我觉得法务部也不要太客气啦 可能在内部的时候指挥中心讨论的时候 你们的法律的规范就要准备充足 我们都有参加啦 然后现在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法务部是不是自己太狭隘 自己在刑事法令上面 你们才有所谓的主导权 在其他的相关的一些 包括我们的这个行政诉讼 或者这个行政程序上面的法律上的意见 你们比较保守 就在刑事法律部分 你觉得说这个是你们主导的 所以你们就充分 你们会比较勇于表达意见 其他的好像 现在就是你们的表现 就只在于刑事这个部分 不会啦 因为行政法规还是有它的主管机关 我们只是尊重 我们该提的我们还是会提 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各个主管机关 那我们都参与各部会的法律制定 我想会不会我们会持续来观察 但是我在这边 我要再提醒部长一点 就是接下来我要讲的 市自790 市自777 市自775 这都是在半年里内 做的一个大法官会议解释 这三个大法官会议解释 都有一个明显的一个 就是认定 就是认为说 在这些相关的法令 对于人民受宪法第八条 保障人身自由权所为的限制 跟宪法的罪行相当原则不符 这三号解释 都是跟宪法罪行相当原则不符 这三号解释的相关的法规 在毒品危害防止条例 在刑法 在刑法的总则 累犯这边 都认为是违反了罪行相当原则 那这个部分 当然我不愿意在这边再多做指责 但是呢 法务部是这个部分 主则的单位 主则的机关 你们之前 其实这个在相关的判决 大家都有出现到了 其实有这个法令上的一个提醒 但是呢 法务部主管机关 最后还是等到司法院 大法官来确定说 这边是危险的 当然在三权分立上面 行政司法立法 这个法令是立法院定出去的 我们会承担责任 那最后司法权已经讲说了 这边是违反罪行相当原则 那行政部门 在先阶段 没有做好任何的准备 或者没有任何的去讨论说 这些的法规 是不是有违反罪行相当原则 现在司法院出来 大法官会议解释出来了 他有给你们一定的时间 但是我们希望 你们也能够超前 不要就让大法官每次在具体的指责 各个法案的时候 各个法条的时候 大家再回过头来修正 这些认为是违宪的法律 部长的意见呢 我们尊重大法官会议的解释 他如果要我们做修正 我们一定会遵照 在期限内做修正 不过跟委员说明就是 像刚刚所举的790号的解释 它是毒品违爱防治条例 大家对毒品都非常的痛恨 所以当时在立法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重重重言 那对于各案上或是说哪一种毒品 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刑责 我们都会站在横平的角度去思考 那大法官会单就某一条 某一项毒品认为太重了 那这个要检讨我们也愿意来检讨了 不想这样的回答会不会太明确了 不会啊 就这样的回答会太明确了 那我们也不会违背 我们上一阵也有修啊 那事实上那时候就有就这个部分 认为罪行不相当再做一个调整啊 那只是说当时大家没有机会 我们立法院会承担责任 那你法务部你是行政端耶 你是行政端 你面对大法官认为你有违宪的法条 你们要检讨啊 是 好不好 不要用这种民粹的说法来回答 立法委员对你的一个质询 我很客气了 我说是提醒耶 谢谢啊 没有到指责的地步耶 好 那这个大家在互相讨论 当然毒品的问题就像今天的题目 废除死刑那样 都是有很深的社会上的一个方向在讨论 那是不是说可以在立法部门 我们当然希望立法院能够做一个 比较不会被大法官认为违宪的法令 但是行政部门端 你在就相关的 已经有三个大法官解释 认为这些的法条是罪责不相当 你们难道不紧张吗 我都听你们紧张耶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今天的这个时间也不多 还剩下两分钟 那今天主席还有委员会进行的这个司法争议 死不死刑保护了谁 那我想法务部的这个报告 我个人认为 我今天实在不太好意思说指责谁好谁坏 但法务部的报告显然是比司法院的报告 还要来得尽责一点 司法院的报告跟我们讲这个立法目的 我觉得好像是不晓得是还要再跟我们对话 以前的立法目的是什么 但是呢今天这个死刑 其实大家关注的 大家会担心的 社会会恐慌的 主要是一个没有差别的一个杀人犯罪 好我想直接跳到这边 但是呢这个议题其实在上一届 大家很关心 因为有很多的时事发生 我们也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那那时候在整个上一届的立法院里面 大家在讨论的是一个社会安全网的问题 大家不会把这样的一个死刑 或者说到底要不要 这个死刑的前端后端执行端 全部都希望立法院 全部都希望司法院跟法务部来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呢这个社会安全网 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死刑的问题不是单纯说 我们要不要来把死刑从法律的条文拿掉 也不是单纯说我们要不要执行死刑 应该是还是有一个更深层意义 去讨论说为什么这些人会犯了这些的罪 让我们的审判机关 让社会大众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要来判死刑 应该是更深层的题目 然后去讨论教育端 讨论家庭 讨论这个相关的一些层面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没有邀请到内政部 邀请到卫福部 邀请到教育部 劳动部 我觉得是有点可惜的啦 因为其实这个要不要废除死刑 那个主席的题目没有到废除死刑 他说死不死刑 是比较广泛的 但是死刑这个议题在台湾这个社会 算是沉重的 这个沉重的题目 不是只有司法院的法官 审判系统的法官来承担 也不是法务部在执行 也不是部长在执行死刑的 这个部分来承担 是大家还要再去讨论说 我们在面对这个 要不要去把这个人判死 或者把他执行的死刑的时候 这个社会是不是因为死掉一个人 执行死刑一个人 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再这样子的一个 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犯罪案件 产生 我觉得才是最深刻的意义 那时间有限 今天就讨论到这边 谢谢 好 谢谢周委员 基本上今天这个题目呢 其实我们是先从司法院跟法务部的角度 因为不管怎么样子 从保护人民的角度来看 那现在还在总咨询的期间 所以那个刚刚周委员提到的部分呢 其实应该也都可以跟院长 直接咨询了 那我插一个话就是说 第十届到目前以来 我必须要很肯定那个法务部的那个表现 因为前两天我在那个内政委员会询问的时候啊 居然知道探税的 国际探税的 我们的行政部门只有两个部门 一个是环保署 一个就是法务部 所以法务部看起来跟国际其实还算蛮接轨的 接下来我们请王婉宇王委员 今天的题目是保护了谁 其实我们就想要来谈谈犯罪被害人的保护 我们很感谢在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存在 以及相关的法律的存在 那一直试图 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一直很试图能够提供犯罪被害人一些协助 甚至一些保护 那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说 我们在2017年的国事会议上 这个题目其实又被大力的讨论了 那大家的想法 大家的感受以及看法是觉得说 虽然现在已经有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存在 但很可惜的是受限于法律 受限于架构 受限于人员 受限于经费等等 导致这些一线的人员他们想要提供 他们想要协助 但是却没有办法将这样的协助 能够很贴近的犯罪被害人的需求 那我想请教一下说 法务部这边知不知道 目前现在的董事会的架构和人员的分配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 好 跟委员说明 就是犯罪被害保护协会总会 是由我们高检署的检大长他来兼任的 那委员的话就是 包括也是有部分是兼任 有部分是民间 关心这个议题的专业人士 也包括一些企业者 董事会的部分 董事会 对 委员是委员 董事会 董事会 我讲的是董事会 范保的董事会 所以我们的高检署 检大长他就是兼董事长 是 我想提供一下 就是在组织编列的部分 我们是里面内容是提到说要有相关的人 比如说要有专家学者 民间团体代表 工商企业负责人 以及民间社会热心人士等等的 这些人士的参与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在目前为止 我们看得到董事会的人数 其实就是左边这个表格 有相关的主管机关六位 然后有相关的跟犯罪被害人相关的研究的学者 有齐五 我们觉得这很好他们都有十五的经验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社会公益或热心公益 社会公正或热心公益的人士 这边有十二位 但是我们很想仔细的再看下去说 这十二位里面 有接近十一位都是各大公司的董事长 我们很想请教的是说 这些人他们认为他们认为是 他们是这个协会的董事 那他们清楚犯罪被害人的需要是什么吗 他们清楚犯罪被害人相关的条文 或是相关的需要或相关的过程是什么吗 那我们会很遗憾的是觉得 因为这样的架构所以导致 这一线人员其实没有办法去指导 那这些人跟委员说明一下 这些董事长他们也是热心公益 他也是支持犯罪被害保护这项业务 因为他工作繁忙也可能请他的属下 专业的来帮忙协助这一块的业务 那最主要是他们很热心愿意提供资金 因为犯罪被害保护协会确实是 公家资源很有限 所以靠民间的力量来协助 那他本身也许不会亲自来参与这个法条 或是架构的业务 但是他的机构的成员是很热心的 每一次都来代表他们董事长来参与 所以这我想也要感谢他们这么的热心 这个包括人力包括物力 给我们充分的支持 我觉得还是分两个部分 就是在资金的部分我们当然知道说 在犯罪被害人保护 其实大家都一直在提张 包括一线人员也会一直反映说 他们的资金和经费是有限的 所以需要这些企业来协助 或是他们也很关心犯罪被害人 我们绝对都相信他们是好心好意 也愿意提供直接的协助 但是呢 因为董事会其实是会决定了 这个犯罪被害人的今年的业务 协会的业务以及执行的方向 所以我们会在想是如果是在这方面 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是用荣誉董事 或者其他的名义来进行 来感谢他们 而不是直接挂于董事的角色来处理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说每半年需要 开一次董事会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长期以来 其实董事会的出席率都在六成以下 那我不知道说刚刚说的 这些他们有相关的部门来代表董事长来参加 是没有被算入吗 还是说 可能是没有算入还是怎么样 我再来了解一下 不过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派人来参加 必要的重要场合它本身还会出现 甚至我们办理国际的大型的犯罪被害保护 议题的会议 他们都热心的来亲自来参与 那国际是非常肯定我们说 有这么多的热心的民间企业 他还关注到这个犯罪被害保护 这一块议题 所以真的我们非常感谢 那至于数字 这个统计上他是不是亲身出席 这个也许我们可以再把它更加详细的来说明 是 就我们得到的资讯是说 在这些董事会的出席率因为过低 所以导致这些政策或是这些决定 以及今年要执行的方向 没有办法被充足的讨论 那可能也因为没有缘分 所以我在参加犯罪被害人相关的会议的时候 刚好都不会碰到这些热心公益的这些董事们 所以我们很希望说 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来好好的检讨 能不能提出一些修正或改革 那因为法务部其实已经有委外做了一个犯罪被害人保护服务白皮书也已经完成了 那法务部也看过也希望说 因为里面的建议很好 但是从这个建议我们是不是能够除了表达这个建议很好之外 能不能实际上来落实 把这个白皮书里面的建议事项来落实来做来做调整 那里面也其实有提到关于董事会的修正和希望能够建议的方向以及人员的调整的部分 不知道这个部分是不是已经有看到白皮书里面的内容 还是说都已经跳过 我们一定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改革方向去努力了 不过这些民间企业的董事长 真的我们也要很肯定也要感谢 他自己来参与 他愿意来出钱出力 火车龙我们今天 真的是保护部这个犯罪被害保护部这个工作 就是做的会比现在 这个可能会要打折扣 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他们 至于说内 这个董事会的成员要如何的调整 我们会员来考虑 如果照刚刚委员的那些提供的数据来看 其实专家学者占的比例还比这些民间的董事还高 6位7位加起来有13位 比这些民间的董事12位 还稍微多了 6位是主管机关人员 对那是专业的 7位 那这个比例上我们可以来调整 这没问题 对那我就不是很清楚说 可能董事会的部分出席率 可能再麻烦法部确认一下 因为刚才说他们每一次都很热心的来参与 但是我们看到的数据并不是这样 这部分可能要做一个澄清 那第二部分是刚才提到白皮书的里面 其实就已经有给予4项建议 那这白皮书我记得那时候法务也是很肯定说 我外做这白皮书的内容很精实也很充足也很 建议也非常的好 所以它其实已经就有设定了说 希望犯罪被害人或家属的保障名额 能够有一定的保障名额 那目前是只有一位 所以我们会认为 这也可能是导致 协会没有办法很接近 犯罪被害人的需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我们很肯定这些 这些相关热心公益的人 或是社会人士都给予支持 但我们还是要提的是 协会主要的内容是协助犯罪被害人 所以它的政策它的方向 必须要贴近犯罪被害人 所以我觉得肯定和感谢 跟实际上话为该怎么去协助 这可能是有两种不同的角度 所以还是希望说参考白皮书的建议 然后不知道这个部分 什么时候可以调整 它其实立局的事项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足以说明了 谢谢委员 我想第一点 犯罪被害人或家属的保障名额 这个我们马上就可以做了 我想我们任何的会议 或是任何的研讨会 我们会多邀请犯罪被害人或家属 来参与 来表示他们的意见 所以个人也曾经参与他们的这些研讨会里面 白皮书里面是提供建议 董事会应该要做修订 董事会的成员应该要做修订 对 那这个白皮书是反罪被害人 第一个我们就可以马上立即来努力的来达成 所以不是只有会议 是指整个董事会的改革 希望能够尽快 谢谢 好我们谢谢王婉渝王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洪梦凯洪委员 谢谢主席 部长我想现在要跟您请教 一个比较这个上位的问题 这也是本席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报告里面第一页 我国死刑政策开中民意 法务部就强调 废除死刑是近年来国际的趋势 也是我国长期努力的方向 部长想请教 废除死刑在我们的 不管是宪法也好 法律也好 或是相关政府政策也好 有哪一个明白确定 这个是我国努力长期的方向 这是法务部所拟定对于死刑的 一个政策的看法 我们是采取逐步废除死刑的这样的目标 所以这是法务部的看法 对我们配合这个世界的潮流 欧盟国家大致都是主张废除死刑 法务部为什么会跟不管是民意也好 或说现在执政党包括行政院长包括总统都相违背勒 因为您自己的报告里面很清楚明白在第七段里面也讲 我国民意多数人反对废除死刑 历年民调反对废除死刑者始终约有八成 您刚刚提到这个大学可能七成七 本席也有看过这个民调有到八成八的 有哪一个政策是可以高达七成多到八成 您自己白子黑字也写 民众的反对废除死刑是八成 那法务部为什么要去拟定一个政策 是跟我们民意相违背 再者 部长 本席现在也看到 不管是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在今年的1月 接受BBC的专访 也讲说废除死刑是很棘手的问题 问题是大多数的人都不支持 这个是蔡英文总统的专访 在去年2018年 苏贞昌院长在立法院总咨询的时候也说 有些罪恶天地不容 譬如说把自己的父母亲及亲人等六人烧死 死刑既然判决确定就应该执行 换句话讲是说 现在的蔡英文总统或现在的行政院长苏贞昌 也针对没有想要废除死刑 所以 如果说现在的执政党 整个大方向是不赞成废除死刑的 民众也不想要废除死刑 那为什么法务部还可以公然地在报告里面想说这是我国长期努力的方向 你法务部跟哪一个团体 哪一个民众 哪一个社会站在一起 跟委员说明 逐步废除死刑 是从国民党执政的时代就开始了 不是说从民进党时代才定定的 所以这个政策是延续下来的 部长 我刚刚从头到尾都没有讨论到政党的部分 不是 我是跟委员说明 是很早以前就是这样 没有错嘛 那我现在在讨论的就是2020年 您今天提出来的最新的报告嘛 那在这个报告里面 法务部不管是行政院长苏贞昌上任 或者是蔡英文总统 20201月11号新的民意817万 有没有法务部针对废除死刑 这个那么重大的政策 再去请教说 目前他们的方向为何 方向很明确 方向明确是什么 未来就是逐步的来废除 没有啊 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 在接受BBC的这个专访的时候 他就没有讲说未来要废除死刑啊 苏贞昌院长去年2018年 总执行的时候 他也讲说死刑既然定验了 就应该执行啊 这个是方向 重点是说 我们还是会依法执行嘛 现行的法律法没有问题 我们还是会依法执行 那我想请教 现在目前我们确定 判了死刑的这个死刑有多少人 39位 39位 那最近一次执行死刑是2018年嘛 对不对 对 2018年嘛 那我请教 现在这39位最久判处死刑 到现在都还没有执行的 有多久时间 最长的大概 26年 26年 所以每一个个案 不一样 所以换句话讲说 部长您刚刚 这就已经相互矛盾 自相打脸啦 您刚刚又讲是说 这个会 既然判处死刑之后 就会执行 但是 现在明白的就是 有判处死刑的 这个死刑 有26年的时间都还没有执行 他有各种状况啦 是 状况都一致 我们不讨论个案嘛 我们现在讨论通案跟原则跟方向嘛 对不对 39个死刑里面 平均判处死刑多久 还没有执行 平均 平均是因为也有很快的 也有很长的 是嘛 那我现在请教的是说 39位里面 有没有做过统计 这39位死刑 最长26年 最短几年 平均现在有多少的时间 是没有执行 我们目前没有做这样的统计啦 好 我能不能抓一个时间点 不管是说10年的时间 也许他是已经判处了死刑 但是 至少长达 好几年 甚至十多年 都还没有执行死刑 是吗 可以这样讲 所以 部长 我觉得今天 其实本席 很尊重我们的专业 我想坐在这边 大家都是非常专业 但是 我就针对原则跟方向 以及目标 来跟您做讨论 尤其是刚刚 本席听到很多的出席委员 都一直强调人权 但是 很抱歉 每个人都有人权 坐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我们全他2300人 大家都有人权 更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的招委 也为什么要召开 这一次的这个讨论 就是因为 被害者的人权也非常重要 所以换句话讲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个时间 在这边互相讨论 所谓死刑废除与否 而最先决条件就是 如果说法务部 你现在我们已经有 定力死刑的一个 这个行动 而你也应该要确实执行 但是如果法务部应该是执行单位 但是你又 事事而非的把废除死刑 当成是我国仓情努力的方向 我觉得本席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这个不是全台湾2300人 不是民意 不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法务部不应该背道而驰 不是吗 我们会努力的来宣导或教育 这也是很多的国外学者 要求我们来做的 那我们也有一个推动 的一个小组 但是我 部长我还是 因为台湾2300万人 恭喜台湾 中华民国不是国外学者 怎么说我们就尊审 还是要以我们国内为主 那还有我还是建议 是不是真的确定 现在执政党 不管是总统 不管是院长 他们是不是确实想要这样做 不然的话 我会觉得是 法务部在中间 一方面 执政党他也没有想要推动 一方面 民众也80%的人不支持 法务部这样做 真的算是跟 现实的民意是背道而驰 我们随时会调整 谢谢 好我们谢谢红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林维州 林委员 谢谢主席 那今天我们讨论 这个司法正义 死不死刑保护了谁 那针对这个死刑 要不要废除的议题 这个讨论非常久 那目前我们的法律 刑法33条35条都还是确定 就是我国的刑法里面还是有死刑 请问部长 我们现在这个台湾法律 已经没有所谓唯一死刑的罪名了 没有 但是还是有50条左右的刑法里面 是可以判死刑的 那历年执行死刑的人数 从1987到现在 老实讲是下降的趋势 我是说执行 因为执行跟法务部长有关系吗 你要签准才会执行吗 是他最后是由法务部长来签准 你有签准过一次 我有签准过 是 2016年12月28号 你再任多久了 法务部长 一年七个月 一年七个月 目前是有签准过一次 是 一个 但是签准这个死刑 跟要多久的时间在任 这个没有绝对的关系 而且跟这个什么时间表 要执行也没有关系 你刚刚有提到 我们目前都还有 被死刑定验的有39位 是 那都还在这个这个关起来吗 等待就法务部要签准才会执行吗 所以到底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国家的政策 要逐步的废除死刑 那你刚刚都已经在宣示了 说是我们的政策了 你再讲一次 我们的目标啦 因为要跟国际接轨嘛 有欧盟很多的国家 几乎欧盟所有的国家啦 都是废死的 那当然美国 有些州还是维持死刑 有些州废除 那日本是 还有死刑的 所以这个国际的潮流 是比较多的国家是废除死刑的 那我们也是想办法要跟国际接轨 但是现阶段是做不到 因为现在民意的调查 法律的规定也还存在要依法执行嘛 所以除非他是一个新人丧失或是怀胎妇女才可以停止执行 除此之外还是要依法执行 对于这个要不要废死 其实我是认为 我个人认为是可讨论 然后要有配套 就是说你要废除死刑 那同时 要有很多的配套 一起来做 那要执行死刑 就是说不应该 现在法律还有死刑 但是在这个当中 如果让法官有太大的权限 完全由他自己 他要不要判处死刑 要不要判他死刑 完全一个人来决定 但是我们法律还在 那这样有时候反而会形成不公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法律还是有死刑 那应该逻辑上是说 你犯了什么样的罪 罪的程度 有无疾徒刑 有15年以上的徒刑 我们按照你的犯刑的程度 然后判最高就是死刑 但是如果因为一个法官 他就是主张废死的 他在判决的时候 他永远不可能判处死刑 即使那个犯罪人 是罪大恶极 如果到一般的情况 是应该判处死刑 但是因为法官 个人的想法 信仰 或是理念 他不会判死刑的 所以这个反而会造成 很多的不公 碰到不同法官 可能就不同了 但是我们的 这个法律里面 还是有死刑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 在这个过渡期间 常常会有造成 这样的结果啊 这样就反而是 法律的不公平啊 如果今天我们的法律 已经规定 没有死刑了 那就都不会判处死刑 任何一个法官 就遵照法律 那个问题是 现在法律里面 还是有死刑 那有的法官 会判死刑 有的法官就不判死刑 即使他犯的 同样是罪大二级 一般认为 应该判死刑的 问题就产生在 这种模糊的空间里面 好 赞成废除死刑 这 其实有很多理由 人权的理由 不应该剥夺 没有权利 剥夺一个人的生命 即使法律 国家 机器都 没有权利 剥夺一个人的生命 这当然也是理由之一 这个所谓人权的理由 另外 当然 有另外的理由 就是认为说 有可能有冤狱 死刑是 无可挽回的 判处了就 枪决了就枪决了 执行了就执行了 那其他的徒刑 都还有可能 因为 再审也好 或是怎么样的 新的证据 发现 可以 还给他 公道 但是死刑 没有办法 还给他公道 所以这个当然 也是理由之一 所以冤狱的状况 费死联盟 资料显示 他们认为 目前还有四位 可能被认为 是有 冤屈的状况 他们希望 可以重新开启审判 请问法务部 司法院 对费死联盟的 这样的诉求 你们的意见 怎么样 司法院先回答 这个部分 因为 是不是要量处死刑 那个是法官 个案的决定 那 法官在个案中 有会不会去 明白的表示说 那个 他心里面是 废死 主张废死 而去 拒绝 适用死刑 这个我们不得而知 是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给他太大的权力了 给法官 今天如果说我们没有死刑 都没有问题 如果废掉死刑 这个刑责 那今天我们有 但是变成我们交给法官 有他相信 说人权 他不判死刑 我们也尊重他 但是其他的法官 我是说 那个罪行 如果都是 最大恶极 足以判死刑 另外一个法官认为说 法律有这样规定 我就按照证据的显示 最大恶极 最重了 我就判死刑 那这个 就 法律来讲 会变成相对上 会变成不公平 不是吗 同样一个 犯罪的 这个形态 或是他的程度 到达最 最终 最大 碰到不同法官 一个法官可能 就会判死刑 一个法官 不判死刑 你觉得这样 法律会公平吗 我们确实是希望啊 不要有这样的良心欺义 不过 由于是独立审判 这个我们 没有 没有办法 完全克服 这样的困难 所以 这个就是 没有办法 所以 就是人民不相信 司法的原因 重大的原因之一 因为没有办法 法官要怎么判 跟委员报告 这个 我们希望 郭月能够接受 我们送 即将要送进来的 这个 国民参议 刑事审判法 国民法官 也许可以改善 我们六个国民法官 如果照这个逻辑 那我就支持 完全的陪审制 让更多的 国民法官 多由国民法官 陪审团来 来决定 更多人来参与 好 这个以后我们再谈 你们送进来 我们会再谈 时间的关系 当然不赞成 废除死刑者 很担心的 就是怕 再犯 重犯 因为不判处 死刑 可能就会判处 无期徒刑 或是徒刑 那将来 他们都有可能 再出来 那这个也是大家担心的 还有就是说 他没有教室的效果 就是说 都不会判死刑 再怎么犯 罪大恶机的罪 都不会判死刑 所以这个 也会有一种 效应 对犯罪 防治 是有不利的效应 好 最后 我要再谈一下 上一次我们谈 但是没有时间谈到 关于精神障碍疾病的 定义 现在也常常 以精神障碍 以及精神疾病 求减刑 现在是很多 反废除死刑者 常常担心的 也不愿意看到的方式 就是说不判死刑 常常就是 因为他有精神疾病的状况 而来做的一个决定 因为 法律里面有规定 如果是他有精神疾病 确定的话 是没有办法判处死刑的 这个常常也形成一个 我要不判处死刑 然后 稍微有这种状况 他就往这个方向去推论 所以 针对精神疾病的定义 我们上一次有提到 关于像新店 之前发生的这个杀人事件 他也说他有精神疾病 现在你们的鉴定 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 可以给法官 当作依据 就是他 犯案当时 是不是因为精神疾病的关系 而意识不清 无法辨认 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 你们到底有没有一个完整的鉴定的机制 甚至成立一个鉴定委员会 然后让法官有一致的依据 现在有没有 跟委员报告 这个在 这种在个案里面 从精神鉴定一开始 一直到法官的最后的判断 一直有非常绵密的标准 在操作 将来 我们也希望让他更细致 所以我们从108年7月2号开始 委托台湾大学办了一个 重大瞩目案件的审前调查评估手册 我们希望把这个部分 做得更细致 我希望你们 针对精神疾病的鉴定 是要有一个 是大家可以相信的一个标准 也让法官在依据 这个精神疾病 疾病鉴定的时候 是有一致的依据 而不是个案 个案的话 这个案子是这样的鉴定 那个案子那样的鉴定 所以我希望你们提出一个改善的措施 计划 针对说 鉴定精神疾病 这样的状况 你们的那个机制 有什么还可以改善的 是不是成立一个委员会 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希望你们提出一个书面报告 针对 鉴定精神疾病 犯罪这个加害人 在当时犯罪的时候的 这种精神状态 那包括他的这个疾病史 包括他 有没有吃药 整体的做一个 这个有一个鉴定的机制 希望你们提出一个计划来改善 这个密资长 可以不可以 请你们大概多久 可以给我们一个书面的报告 可以给我们一个书面的报告 还有主席 我们司法院 还有法务部的各位官员 我们看这个 今天我特别要谈的是 候选人 稀为迁徙 是合法的 现行的这些法律 选民 稀为迁徙 却是违法 宪法第十条 人民有 居住及迁徙之自由 然后宪法第129条 这个 吴静明投票 也就是秘密投票 我们看刑法第146条 意图使特定候选人当选 以稀为迁徙 负集 启得投票权 而为投票者 一统 而且还 未税犯 还处罚 未税犯 还处罚 这个 秘书长 司法院秘书长 还有法务部部长 我先谈这个 候选人的部分 这个选办法规定 选办法规定 或者是这个 中华民国总统选纪 罢免法 都规定 候选人 他只要在 以现在是四个月 以前是六个月 四个月以前 签户集 到某个选期 他就可以成为 候选人 他可以登记为候选人 事实上 有了很多是 虚为 迁徙了 实际上没有住了 只不过我们刑法 没有去规范这个部分 实际上没有住 他迁徙 父亲切子迁过去了 都没有住 他还住在原来的地方 我就不讲很多的名字 这个立法院也有 这种立法文也有 这个立法院的驾驶最清楚 他们在哪里接送都知道 都知道 然后他是另外一个险妻 住新北市 然后在台北市 险妻在台北市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刑法第146条 已经很早很早以前的法律 该要检讨的时候 这个意图 使特定候选人当选 以虚为迁徙 附籍 取得投票权 而为投票者 这个所谓的幽灵人口 幽灵显民 事实上一个 一个政治人物 很有名的一个政治人物 他把富籍 从新北市 迁到台北市 或者是从台北市 迁到新北市 然后选市长 也有很多写民 为了支持他 跟着过去 迁过去 富籍迁过去 结果 候选人 无罪 合法 选民 切事 不合法 真的要检讨 这个先从法务部这边 谢谢委员的提醒 如果这个 相关的条文 不够周远的话 我们也愿意来检讨 不过 对幽灵人口造成选举的结果 不正确 这是我们一项 在选举查查期间 需要要查查 会选 的一个项目之一 现在当然是 因为法律还在 法律还在 我现在要谈的是 要检讨这个条文 存废 以否 我刚想的那么 那么清楚 候选人 他是幽灵 幽灵候选人 稀为迁徙 他是合法的 那写民跟着他 他就变不合法 对不对 这个就是 要检讨 我现在没有讲你过气 当然要讲过气的话 就是这么多 你看 侦查终结起诉 这么多件 2000多件 侦查终结 还起诉处分 有1900多件 这非常非常多 对一个写民而言 对不对 对写民而言 所浪费的时间 财力 司法 的资源 我刚做了很强烈的对比 候选人合法 写民 却是违法 所以要检讨这个法律 事实上很多国家 他 没有户籍啊 你有听过啊 部长 很多国家没有户籍啊 没有户籍啊 嫌疑的时候就开始 你截 截了几号以后 再就 就照车去登记 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 这样的法律 非常强烈的 对比的 要检讨 要检讨 那个先听听 这个秘书长 司法案的意见 这个我们愿意啊 就是跟法务部啊 一起来检讨这一部分的规定 好 那个部长可以检讨吗 好 我们来研究了 你们可以找 内政部 中选会 来检讨 事实上 宪法129条说 无济明投票 就是秘密投票的权力 你看这个 我们看这个刑法第146条 意图使特定候选人当选 所以检察官 或是司法警察 就问写明 你投票给谁 你投票给谁 他第一计划 你投票给谁 这都是要检讨的 但是这个 我就不说这个部分 因为重点是 刑法第146条 好不好 这个 两个 互相都检讨 好不好 检讨这个条文 存废 可以吗 存废 但是他有他的一些弊端 会不会影响选举的公平 这也要慎重的考虑 你也去了解一下 你跟那个内政部了解一下 中选会 他们知道 有很多国家是没有复级的 他们一样办选级 好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那个 我们现在先处理 那个临时提案 可能拜托我们那个 那个各个党团的 那个成员也通知一下 那个党团的那个 司法法治委员会的委员 可以在现场 我们现在先宣读 临时提案 临时提案三案 临时提案第一案 略以 请法务部于一个月内 依据犯罪被害人保护服务白皮书 揭示之行动目标 如附件 修订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捐助 及组织章程 及董事会临选相关规范 并符合 顺念所列的四个原则 修订后提出专案报告 提案人委员 赖湘林 王婉玉等 临时提案第二案 略以 有鉴于监控定位资料库与移动轨迹追踪等系统之建制 虽为防疫需求建制 但对民众隐私权有无造成侵害之疑虑 尤其系统建制后 由哪一个单位来管理及使用 对锁定的号码 进行追踪有无法定程序 以及未来疫情结束后 该系统如何处置 目前尚无相关资讯 请法务部会同相关单位 于一个月内 向本院司法及法治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 提案人委员李贵明等 临时提案第三案 资英与瑟列总理 近日公开表示 提供手机监控 与电子围离等技术 给台湾执行防疫措施以示 是否属实 法务部司法院 等相关单位 对此是否知情 是否有侵害隐私疑虑 法务部对此是否知情 有无法律争议 是否有侵害隐私疑虑 或是否已利用 相关技术及系统 与防疫以外 请示 请司法院及法务部 分别于一个月内 向本委员会提供专案报告 提案人委员李贵明等 好 我们现在处理临时提案的 我们一个人来 第一案的部分 法务部有没有意见 一个月内 不是 是不是 等一下跟委员说明 大家讨论一下 看怎么把这个提案 做一个修正 好 周委员 谢谢主席 那这个提案是 王婉玉委员请赖湘林委员提案 那我们大概都有联署 那觉得 关注于被犯罪被害人保护服务的白皮书 这个 那一个月提出 然后我们根据的书面报告 再来研判说相关的规则给法务部建议 毕竟这个是法务部的这个行政上的职责 然后 所以本席是做以上的建议是说 在法务部在一个月内呢 然后就参考这个 揭示的行动目标 然后就 财团法人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捐助 及组织章程 及董事会领选相关规范 然后研究提出 研议 然后提出书面报告 好 那后面的四个原则 就请 法务部在研究的时候 把这个纳入你们的一个考量里面 这样子 因为 那个我们现在提案委员 不在现场嘛 但是那个周委员 他是联署人 所以他刚才发表了 这个修正的这个建议 不知道这个 他也表达他事前 已经跟提案人 都已经先沟通过了嘛 好 我们愿意 好 可以接受 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 先提出一个研究的书面报告 好 报告完了以后 各位委员如果有什么指教 我们再来进一步的研讨 好 谢谢 周委员 这个是不是符合您刚才 前面修正的一个动议 赖委员 赖委员来了 赖委员 对 刚才那个就是 林提的第一案的部分 那个周委员有 那个 他有修正 您刚刚有听到 他修正的内容吗 是不是 没有 没有听到他修正的内容 他的他的 周委员 你要不要再摘要一下 您的那个 赖委员在现场 他可以听到 赖委员 那个 就有关于早上 王委员他关注的这个饭饱协会的捐助跟组织章程 那其实这个关注的方向大家都肯定 只是说 大概这个组织章程要希望他修订符合下列的四个原则 我想可能还有后续要再去研议的地方 所以我是建议说 是不是这个提案的内容 我们请法务部在一个月内依据犯罪被害人保护服务白皮书揭示的行动目标 旧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捐助及组织章程 及董事会领选相关规范研议提并提出书面报告 谢谢 好 我也听到了 那现在我们还是说 针对法务部员你如何督促这个部分 那个 那个还是让他最有这个文字上的修正 好不好 就是说能够如何督促 对我们先提出一个书面报告 把所有的委员关心的议题我们都纳进来 賴委员 简单来讲我摘要一下啦 周委员的意思就是讲说因为这个知识体大 所以呢他建议就是分阶段 周委员我讲错的话您再更正一下 他建议就是分阶段 他建议说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请法务部呢 按照就是他附件的这个行动目标啊 白皮书的这个行动目标呢 他去做这个 就是您提出来这个财端法人 犯罪人保护协会的捐助组织章程 还有他董事会领选的规定呢 研议他只有做他的研议的报告啦 所以还没有到您下面提出来的这几个 那个把这几个原则呢 需要去符合那个修正的内容 他的意思是第二阶段 可能第一阶段先是研议 然后第二阶段再做细节的规范 周委员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用再确认我的意思啦 就是说看法务部还有王委员跟赖委员他们的意见 我大概当刚我是提我的意见 那大家讨论啦 对时间上有限吗 就请看提案委员赖委员的想法 还有王委员要再提出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 那个赖委员跟王委员 基本上来讲现在是这样子啦 有一个是原案 就是你现在零提的 就是说不修正的这个案子 就是以零提出来的现状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零提的第一案 就是会是刚才周委员提出来的 就是还没有把这个四个原则都纳入 只是先做一个研议的部分 所以现在就是关于这个 零提第一案大家的意见是怎么样 好 吴委员 就是我想我补充一下 或看刚周委员提醒这样第一项的部分 我们加一个就是 集董事第一项的最后一行 集董事会领选相关规范 并参考以下原则 研议并提出书面报告 会不会把以下原则也是参考啦 不要说全部都不放这样 可以吗这样不晓得 有没有符合王委员的一个意见 我们比较是想说 其实那个白皮书就已经是所谓的 研议和研究的意涵在了 所以其实现在应该是要说 是不是有落实的可能就好了 然后大家当然可以确认说 是不是要落实嘛 那因为研议 既然白皮书就已经是研究案了 是不是已经过了那个研议的阶段 所以希望说那个研议的字 就不需要再研议了 就是针对这个部分 是不是就直接提出报告来 刚才提案委员的意思 法务不清楚嘛 他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原来司改会的时候 你们有这个白皮书 其实那个研议的阶段 已经都已经很明确了 那现在他希望提案委员的意思 王委员跟赖委员的意思是说 希望你现在能够进到第二个阶段 就直接把这个四个原则呢 纳入你的修订的范围 这样有困难还是没有 就是我们先提出书面会比较完整 那如果各位觉得书面不够的话 再来做专案的报告 没有没有部长您误会了 就是他现在提案人 提案人的意思是说 希望你把那个下面的 确认你的领选办法 还有董事会这些呢 都已经涵盖了他在上面写的 那个四个的原则 这个您同意可以做到 可以吗 我们来提出书面报告 我们可不可以做到 有什么困难 我们先做分析 将会更完整 那如果各位觉得不够 需要当面再咨询的话 我们再来安排 那提案委员 是不是这样还是就是说 刚刚吴雨晴委员有修正 我们是不是还是要求就是说 去掺着以下原则 一个月内提出专案的报告 然后你如果是书面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话 所以是不是就确立 以掺着底下四个原则 提出一个月内提出专案报告 不 各位委员如果排专案报告 我一定要来 那先让我把整理出来一个书面 给各位参考 参考之后觉得说不够 还要背询 那我们当然 应委员会的要求 一定会来说明 那一个月内可以提出吗 一个月内提出书面 这样子修正可以吗 好的就掺着四个原则下 这四个专案 书面报告 这个月内提出 可以吗 好 可以 好 那我们的临时提案第一案呢 我们修正为就是 明期法务部在一个月内 依据犯罪被害人保护服务 白皮书皆是的行动目标 如附建 修订这个财团法人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 捐助及组织章程 及董事会临选相关规定 并参着下列原则 修订后提出书面报告 这样可以 好 那我们临时提案第一案就修正通过 接下来 武席不好意思 是 我不是本会的委员 不过我也很想要有这个专案报告 我可不可以也列名在联署人里面 我们会送给你 谢谢 那我们就谢谢那个法务部的配合 我们临时提案第二案的部分 这个想请问法务部有没有意见 跟委员说明 现在防疫的这些电话 还有科技设备并不是法务部在处理的 所以我们无从来做一个专案的报告 因为执行面的话还要靠其他部会 或是说负责管理这个系统的人 或系统的单位 他们来负责 所以用法务部来做这个报告 有点为难 对 对不起 法务部这个地方 我说明一下 因为它这个地方有问题 是要请教法务部的 简单来讲 它就讲说 就你所知 那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在你报告里面 你可以讲你不知道 没有关系 就你所知道的一个情况之下 是在行政单位里面是哪一个单位 现在在管理使用的 如果法务部说不知道也没有关系 就在你报告里面就说不知道 然后对于锁定的号码进行追踪 这个包括这个申请啊 审查 何可通知 执行救救济的部分 假设法务部在这些的过程当中 都没有参与也没有关系 法务部就直接说 你没有参与 那这样好不好 跟我们委员建议 就一样跟同一个临时提案一样 就先给我们做一个书面报告 我们去征询其他部会执行的情形 或是说怎么管理这些设备 那提出一个书面报告 然后各位觉得 还有需要再质询的话 我再来备寻再安排 好 谢谢法务部 所以我们临时提案2的部分呢 我们就把它改成 最后面的地方呢 专案报告改成书面报告 好不好 那我们临时提案2 时间是不是长一点 因为现在防疫大家都很忙 然后去 大家又在讨论这个事情 部长 因为刚才你才提到说 这个东西法务部都参与的很少 是不是 但是我们要尊重其他主管单位 对 但是你 因为他们现在都在忙着 要怎么样去防疫 要控制这些 但是部长您同意 就是说这个民众的权益 也很重要嘛 是不是 那我们讲 您需要 两个月好不好 两个月 两个月的期间 因为不是我们法务部自己决定 我要去征询其他部会的 我们委员 周委员 谢谢主席 我想这个分两部分 第一个是希望法务部能够就这个 法院的依据 必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明 第二就是说 如果真的建制了这个防疫服务平台 有所谓的专用手机 那主席他关注的申请审查和可通知 这些相关的细则 那显然就不是法务部的职责了 就是说你自己这个部分 你们可以做决定的 可能是防疫指挥中心 或者是卫福部这些 或者是地方政府 那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再做确认 那两个月 等到也缓不济及了 但是这个显然也不是法务部 他现在就是说 这个申请审查和可通知 执行单位还有救济 但他们只能从法律过的部分 来提出法员的依据 跟一些法律的一个参考 但是要他们来做如何的决定 可能不是他们的权限 这是我对这个 我提出来的一些相关的意见 好 那个谢谢周委员的那个意见 那这样子我们就特别麻烦 我们就修正的时候加入纳入司法院 司法院的意见 对于刚才周委员提出来的部分 他的法律的这个依据 就包括这个申请审查和可通知 执行单位救济 两个单位如果都没有参与 在你们的报告上面 你就说你没有参与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所以你们 不好意思 我不是要纳入司法院 其他行政的部门 防疫指挥中心 现在其他行政的部门 我不是要纳入司法院 但司法院可以针对 就是那个就是法律的依据的部分 表达意见吗 是不是 司法院有困难对于他法律依据的部分 表达意见吗 跟主席报告 我们这样子啦 我们分两个部分 谢谢周委员的这个提醒 我们一个部分呢 是法务部您会同行政单位 就是说不在你的执掌范围之内 这我们都理解 那如果说他在一个月之内 没有回复的话 就在你报告上面讲说 他没有回复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但就是像刚才周委员提到的 两个月的部分呢 可能事实上我觉得过久 因为疫情它其实是蛮急迫的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 还是一个月之内回复 但是就你所知道的 你的执掌的部分 你回答 牵涉到相关部门的部分 因为他没有回答 你就直接在你的书面报告讲说 因为比如说 他是什么样的原因 他没有回答 没有关系 然后另外另外一个部分 这是法务部的部分 另外司法院的部分 我特别拜托一下 因为民众对于他法律的依据 有很多的意义 所以我们特别请司法院呢 根据这个您的专业 就法律依据的部分呢 在一个月之内提出书面的报告 可以吗 跟主席报告 可能这个我们要考虑一下 因为防疫的作为啊 这些具体的作为是 疫情指挥中心跟卫福部来做决定 那么将来产生正义以后 他会有个案进我们的法院 那我们如果这个时候就去提供法律意见 这恐怕不适当 这样好不好 跟委员说 秘密长 等一下 秘密长 这个我个人就 对您的这个回复呢 你的意思是说 你不先给他一个标准 所以他做对做错 你不管 等到最后面你再用事后的东西 我们不难道法律的规定 是先把游戏规则讲在前面 然后如果他违反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我们说不叫而杀为之虐 不是吗 你应该先让行政单位知道 他依照法律的依法行政 那个所谓的法在哪里嘛 你让他知道之后 他才有所遵循啊 你今天不能够讲说 你司法院因为将来 你是一个裁判的单位 所以你说我不表达意见 然后等到将来 那这对这些的行政官员 我觉得很不公平啊 是不是 跟主席报告 等一下 那个我们 对不起我没戴眼镜 刘委员 刘委员抱歉 因为我没戴眼镜 我们请刘委员 好谢谢主席 那个有关这个临时提案的第二项的部分 我是建议这样子 法务部当然在这次我们所通过的这个 这个流行 这个就是 防疫条例里面 并不是属于解释这个法律的机关 那司法院当然也不是 那所以我会认为说 我们所要牵制的单位除了卫福部以外 恐怕连内政部交通部提供这个手机的机关等相当多的机关都有 那最后的总结应该是在于疫情指挥中心所做的这个下的行政命令和规范 那因为我们也在两个礼拜前已经通过这个特别条例 所以是否请这个法务部就这个我们所通过的特别条例 能够赴予疫情指挥中心所提出的包括所谓的定位的管理的专用手机以及追踪跟移动轨迹等等这些 有没有违反我们目前所知道的 比如说侵犯隐私权提出一个书面报告 那我们在看到这个书面报告之后 如果认为有必须要的话 会再请法务部跟相关单位再来到我们委员会来报告 我想这样会比较好 因为这个不是钱的问题 我想我们并不在乎钱 我们在法治委员会里面比较在乎说对于民众隐私权 有没有造成侵害的疑虑 所以我想说是不是就把这个临时提案也是一样 因为法务部才是在我们司法法治委员会里面的主则机关 但是他也同时是解释法令的机关 所以是不是请法务部在一个会同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 在一个月内提一个书面报告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再提专案报告 我想这样可能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如果找太多人来解释的话 反而会比较复杂 那反而我们没有办法集中 到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比较好 以上 谢谢刘伟委员 那个这样子啦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我的建议就是说 因为疫情指挥中心呢 它的主要 它毕竟不是法律人嘛 它毕竟不是法律人 所以呢 我们先把它切割成两个部分 就是说法务部的部分呢 请您会同 就像刚才那个刘伟委员提到的 请您会同疫情指挥中心 但是因为它也牵涉到 我们知道那个手机啊 它牵涉到这个NCC也牵涉到 内政部也牵涉到交通部嘛 所以我们讲 我们就讲说 请您会同防疫指挥中心 以及相关单位 这反正将来相关单位牵涉到谁 这个法务部您会去 在您的报告里面 您会直接写说您会同到谁嘛 所以这个部分 法务部部分有困难吗 没有困难 没有困难 一个月内我们就先整合一个法律意见 感恩 感恩 谢谢 法律意见给各位参考嘛 谢谢 谢谢 因为我同意啦 就是说反正第一个先是书面的报告嘛 书面报告出来之后 然后要专案的 但是第二个呢 同样的我要拜托 就是说 那个司法院的部分 因为现在对于法律的部分呢 学者专家 其实到目前为止 它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所以您作为一个这个将来的这个裁判的这个主办的单位 我们没有要求你针对个案 没有 没有要求你针对个案 但是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法律的依据 它有没有违反到宪法上面的一个规定 或者是说你说你不要谈宪法 因为你不是大法官 没有关系 但是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持平来讲 它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 也拜托司法院在一个院之内提出书面的报告 这样可以吗 可不可以让我们同心讲说明一下 包括委员 因为将来这些案件 如果说有相关的行政征送进入法院的话 那法院 有法官将会对于相关的事实 以及这个法律 有他任适用法上面的一个独立的审判的职权 所以未来法院 法官他要去怎么样去适用这个法律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现在就给予一个指导性的原则 那相关法律意见 刚刚那个法务部他们在相关的说明当中 应该已经会提出这一方面的一些法律的依据 我再妥协一下子好不好 因为基本上来讲我是不认同啦 但是因为不要浪费大家带太多的时间 法务部的报告里面 是不是除了刚才的单位之外 也可以会同司法院 因为我们没有要你按照个案去判断 我们并不是要求你按照个案去判断 我们只是要司法院表达一个原则性的看法 也就是说 比如说有些学者讲说你应该符合比例原则等等的 司法院的立场到底是怎么样的立场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当民间有很多疑虑的时候 司法院出来让民间了解实际上面法条 我们台湾法律的规定 究竟是什么样的规定 我看不出来 如果司法院连这个担当都没有 那也难怪这个民间对于司法的信赖度 它是没有办法提升的 所以拜托在一个院内 司法院提出书面报告 不是针对个案 我再讲一次 不是针对个案 而是对于它的法律 它的依据可以还是不可以 可以吗 我再跟主席报告一次 那主席如果还在坚持的话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好那我坚持 政府机关的法律顾问一向是法务部 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作为一个司法院 现在我们要提升民众 对于司法机关的信赖度 我再讲一次 我们不是针对个案 要求司法院表达意见 我们是针对这个法律的规定 好不好 那刚谢谢部长说 这个本席才是 如果坚持的话 那你就照案办理 那我们就在一个月提出书面报告 是 刘委员 我再提一下我的意见好吗 那当然各位都是法律人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 如果是我们所通过的法律 应该是由主管机关 就法律本身做解释 那如果主席会认为说 这一件的案子里面 可能会涉及到 可能是大法官里面 所讲的宪法上面 征送的部分 或是争议的部分的话 我建议是否请法务部 可以寻求 包括司法院里面 跟大法官会议 或者是市志文里面 跟这相关的意见 然后一并并到法务部 要送给我们委员会里面的 报告案里面 一起来处理 那如果委员会觉得说 这样子还是不够的话 我们到时候召开 专案会议的时候 专案报告的时候 司法院就会列席 来说明会比较清楚 因为你叫司法院列出说 你对这个案子 本身的一个意见的话 我听起来还是怪怪的 因为他们也不负责 大法官会议里面的 这些宪法 司法院负责 解释是宪法吗 也不是嘛 是大法官嘛 所以我想说是不是可以 就是说他们可以 私底下提供这个意见 给法务部作为会整 这个法律意见案的一个参考 可能是不是比较适合 因为在主席跟很多 本院委员所提的这个提案里面 其实你也是写会同相关单位 那坦白讲 这个司法院是院计 那他们不是被会同的单位 会同是会同跟部 部会都相同层级会比较好 那变成或到时候是 请行政院会同司法院 这个听起来会比较 一样的这个层级 所以以上这个意见 请这个主席参考 谢谢那个刘委员的意见 基本上来讲 本席的态度一向是 就是说有问题去解决它了 但是本席依然尊重 那个各个委员的这个意见 那个部长不好意思 所有的重担都落在您的身上 您可以就是按照刚才 那个刘委员的这个意见 在会同的时候呢 那那命部长您可不可以指派 您的司法院的这个 因为刘委员讲的 也是有道理 所以您可不可以指派一个 专责的一个窗口 让到时候部长他在沟通的时候 这个免得他到处碰壁 可以吗 部长 没问题啦 有关法律的意见 我们都会追寻司法院 看他们的看法如何 我们都会把它整合起来 所以也不要为难他们 我跟主席报告 那个我们行程厅 就是有关行政赠送的业务厅 不过我先跟主席报告 我们可能表达的意见 还是就是大概不会超出 我刚刚表达的范围 那既然这样子您要不要 另外就是直接就是有个书面的 就是说刚才您表达的这个意见 把它汇整 免得我们 免得我们转述您的意见是错的 你现在要选择是 你现在是要选择 你自己要 就是说 你现在已经先设了立场 就是说你的 你给法务部的资料 就限于你刚才讲的 那要不要司法院就出一份书面报告 那个主席就这样 您怎么决定怎么好了 我如果决定的话 当然就是我刚刚前面讲说 司法院你就出一份书面的报告 然后法务部呢 就像刚才刘委员前面提到 就说会同行政单位里面的相关部门 然后呢出一个书面的报告 如果说你是尊重我的意见的话 那我的意见就是说 那个司法院一个书面报告出来 然后法务部一个报告书面报告出来 可以吗 报告委员 我想将来如果有涉及相关行政诉讼的时候 我们会就这个行政诉讼的 这整个程序的部分 来做一个这个书面报告的说明 MU长同意 但是我们行庭的厅长反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司法院内部有不同的意见 那我想还是以MU长的意见为主 好那本期才是 就是临时提案二的部分 司法院出一个书面的报告 然后呢 法务部会同行政部门相关部门呢 出具一个那个书面报告 一样书面报告 我们看到两边的书面报告之后 然后我们再做下一步的 看看是不是需要那个专案的报告 好不好谢谢 我们现在进到第三案里面 主席 我觉得刚刚的讨论 当然主席你下了决定 可是我们其实 好几位委员都提出不同的意见 对于司法院这边 需不需要提书面报告 其实都已经提出不同的意见 但是您一定要下这样的结论 我不知道要用表决吗 因为在场里没几个委员 所以我建议是真的 呃 院计之间的尊重啦 司法院这边是应该是到最后 有一些征送的事件的时候 他们会表达意见 可是现在应该是由法务部这边来会同 疫情中心或是 各部会来 把意见汇整 我觉得这是比较 比较OK的啦 所以不要 我也觉得不需要 这样 太委员司法院 这边 主席 我离清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我委员我离清一下 如果我们把今天的那个 对话 如果倒带的话 可是您原来提案 也只有对法务部 所以我今天才 所以现在在修正你的提案了 是 所以我刚才才讲说 我刚才在前面的时候 我才讲说 我尊重那个 刘委员的 那个意见 然后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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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长也 就是承受了嘛 就是说 你都会那个 所以但是 但是后来是讲说 因为反正司法院的意见 就是这样子 那我就说 那如果是这样子 看起来的感觉是说 那法务部不要在一个月之内 它会有困难嘛 所以我才讲说 那这样子好了 为了解决大家的问题 就各出各的 那这样子 比较不会有困难嘛 它是顺着那个 那个时间在变动的嘛 你知道 所以我觉得没有违反 我觉得 我怎么可能会去为难 这个 这个司法院呢 就像你讲的 这个院纪之间的 彼此的尊重 就是因为尊重的关系 所以才询问意见嘛 来 刘委员 我想建议这样好不好 其实我们已经 差不多会有共识啦 但是那个司法院这边 可能还缺点沟通 是不是我提一个 很简单的程序问题 就是说是否可以请他们 稍微讨论一下 司法院跟法务部稍微讨论一下 给我们一下他们的想法 他们如果认为 跟主席原来提案一样 或者是主席再次修正 就司法院跟法务部 个体一个意见的话 我们就不用再处理像什么 要不要表决了问题 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关心的实质都一样啦 就是程序上怎么样做 可能我们还必须要厘清 所以是不是给他们几分钟 让他们 我觉得这样子啦 刘委员 那个基本上面来讲 这个案子今天为什么会提出来原因 其实是因为全民都关注的议题 那我们再回归到 我们再回归到前一步好了 就先不要讲后面的好了 这个案子里面 因为我刚看到那个法务部部长 已经愿意接受 刚才前面刘委员的建议 就是说您在会同行政部门的时候 也会会同那个司法院的 他所指派的一个窗口嘛 是不是 那那个这样司法院的部分是 可以同意吗 还是是说您还是坚持就说 您还是坚持就说 如果说法务部来会 我们就我们的行政厅来表示意见 好 所以 那法务部这样子可以接受吗 对不对 你说过往 我刚刚听到你讲 你过往也是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有问题法律的问题 我们都会请他们来表示意见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提案 因为这个我们 避免有任何外界不必要的误会 然后我们也充分尊重 本委员会委员各自表达的意见 我们临时提案第二案的部分呢 就会在后面的地方呢 讲到说未来疫情结束之后 该系统如何处置等等 目前尚无相关资讯 我们就请法务部会同 防疫指挥中心 内政部 交通部 等相关单位 以及司法院指派的行审厅专人 在一个月内向本院司法法治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 这样可以吗 主席不好意思 我想其实大家快要有结论 只是说一个提案 大家司法院也充分表示意见 那当然 其实我在这个提案 我不认同说要把司法院纳入 但是司法院其实在这边 就是一个法律意见的表述 但是你们法律意见的表述 就怕说当届时会被解释成是一个法律上的指导 那我觉得司法院在这边要有一个怨气的态度 就是说因为这个是行政端 现在我们希望法务部第一 要他要去示意的就是 到底有没有法律的权源 我们设置了一个防疫的服务平台 有所谓的专用手机 有没有一个法律的权源 那这个权源是不是法务部表示意见之后 司法院你们要就这个部分表示意见 或者认为没有 或者你们有疑意 这个都尊重 因为事实上你们就是法律意见的表示 也不会去拘束到各个审判者的法官 我个人的看法 只是说第一个阶段 到底这个法定程序申请审查何可通知 这显然是超乎你们原来的这个指掌 那也不是你们能够所了解的 或者是能够去影响的 因为现在的防疫指挥中心或者相关 他们开会也不会找你们来开 那如果还要再会闲会同 刚刚当然主席他是希望说有一个对口 但是那个对口是一个行政程序上的一个救济吧 那个也不需要现在拿出来讨论啦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提案很好 但是要快 我们需要民众让民众知道说对民众的隐私权有没有造成侵害的疑虑 这样的一个法律事宜需要快 所以不需要 我的个人认为说不需要再会同司法院 就法务部表现意见 到时候我们司法院你如果愿意出一句意见 我们也会参考 不需要再会同啦 就法务部你们会同其他的行政单位 做一个明确的解释 做一个明确的事宜 然后告诉我们你们将来的程序会怎么做 那司法院当然就是你们 还是司法审判的系统啦 在行政端这边的一些法律上的指导 我想可能还是有你们的奋计所在 所以我还是会建议说 这个提案是不是就单纯回来 而且因为时间要加快 就法务部会同其他的相关行政单位 在一个月内向本委会提出这个书面报告 我想我们要抢时间 然后让民众也知道有法律的依据 这个会比较现在能够在防疫的期间来安定民心 谢谢那个周委员的那个发言 那个因为现在这个上午的会议的时间呢 我们会进行到所有登记发言委员巡答结束为止 那我们现在还是继续那个处理我们的临时提案 第二的部分 就是其实刚才我们要求司法院要表明态度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很多委员就已经问了 表明态度的部分并不是要司法院对于个案表达任何的意见 不是只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不叫而杀为之虐 今天行政部门他要做任何的一个行为 他还是要依法行政嘛 民主国家就是依法行政嘛 只是我们期待就是说在行政官员 很多的行政官员他并不是学法律的 你必须要让他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才讲说司法院是不是对于他的法员的依据 认为说这个是可以的 我觉得司法院应该表达意见 对不对 那如果司法院如果您可以针对刚才周委员所提到的这个部分呢 一个另外的一个书面的意见 那当后面我们就不需要请法务部要汇同这个司法院嘛 因为刚才其他的委员也有不同的意见出来 这样司法院可以吗还是不行 可以还是不行 我们还是跟主席说明 对我们来讲那真的很为难 也就是说司法院不愿意对于法员的依据表示 法员的依据还有他是不是有法律的基础 司法院不愿意在个案已经行程前表示意见是不是 那当然 你一个给老百姓知道那个法律的规定的这个的动作你都不愿意做 不是这样跟主席报告 司法院作为各法院的司法行政监督机关 我们要很坚持没有要求你要影响个案 我一直在讲并不是要你针对个案表示意见 而是说你对于法律的适用 法员的依据刚刚周委员讲了嘛对不对 对于法员的依据请司法院表达意见 那这个就是在司法院的职责范围之内啦 那司法院可以吗还是不行 跟主席报告这个不是在立法推动的过程所表示的意见 这个 所以司法院拒绝啦 那我们听到司法院拒绝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呢 那个法务部的部分就是您刚才就是都可以接纳各委员的意见 就是会同防疫中心 然后相关部会交通部 然后NCC等等相关部会 然后在一个月之内提出书面报告 法务部是没有困难的嘛 对不对 好谢谢 那这样子好了 因为不要这个为难这个 我们在座有不同的委员的意见 那本席 我觉得就我们就这个临时提案的部分呢 我们就删除这个司法院的部分 好不好 我们就是从善如流 就遵守 尊敬我们 尊重我们各委员的意见 我们就是请法务部 会同防疫指挥中心 内政部 交通部 NCC等相关单位 在一个院内向本院司法法治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 这样可以吗 好 可以辛苦了 法务部辛苦了 很谢主席跟各位委员的谅解 好我们下一案 临时提案3 里面 好不好 不用另外再提一个书面报告 我们就把他的内涵就纳在同一个报告里面 也是同样一个月内把它提出来 这个比较不太一样 我的建议是说你其实把它分开来 原因是我记得在这个最早以前的时候 我在第一次法务部 业务报告的时候 我曾经问过 那个部长您那时候回答其实是蛮明确的 就是说法务部的部分不知道有那个关于定位的部分是有 那在上个礼拜本席询问那个卫福部部长的时候呢 那天部长不在 所以次长的回答 次长回答是说 他说除了是跟这个确诊的这些的人员 或者是怀疑可能感染的民众之外 他是没有做这个的 用这个手机的监控或者是电子为例 他说没有 上礼拜三的时候 卫福部的答案是说没有啦 所以可不可以拜托 就是说对你来讲你只是两份报告嘛 可以吗 好谢谢我们法务部部长 那临时提案三我们就这样决 那你那个临时提案三的那个司法院的部分也就不继续 对我们就把它 因为刚才他的态度 对对对我们比照 临时提案三的部分我们修正 修正就是把 因为司法院不愿意表达意见 所以我们就把司法院部分删除 就变成请法务部分别 请法务部就没有分别了 请法务部在一个院内向本委员提出 专案报告 好吧 书面报告 对对对 很好 很好 你的字抓得很快 书面报告 好那我们临时提案三就修正通过 好我们接下来请 临时提案都处理完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请 接下来请吕玉玲委员委员咨询 吕玉玲委员 吕玉玲委员不在 我们请叶玉兰委员 谢谢主席 司法院 秘书长 谢谢 秘书长 我们其实台湾在 就是在民国98年已经通过有两公约 然后还有各种人权公约的施行法 我想包括法官在内的政府官员 都已经有遵守两公约的义务 可是我们图法不足以自行 整个施行法通过之后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跟学习的机制 法官才能够按照这公约的新的想法 新的观念来审判 那本席过去在警察大学教书的时候 也常常要求我们警政单位 必须要进行一个 就是标杆学习 就用一些模范的个案来作为表扬 然后让大家可以标杆学习 司法行政当然不能够干预审判 所以我觉得标杆学习 如果能够运用在法官这边 让他们也能够心向往之 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 我不知道秘书长认不认同 这是一个正确熟悉的一个熟悉两公约 或人群里面的一些好的做法 标杆学习 跟委员报告 那个我们法官学院一直有管理两公约的课程 那么至于个案的研讨 那么也会在课程中很自然的展现 这个是有一点点这种标杆学习的精神 所以只有一点点 其实也不瞒秘书长 不是只有一点点 其实这是司法院一直都在推动中的作为 因为本席曾经担任过 担任过总统府的人权咨询委员会 我们有跟很多的委员提案过 也建议司法院要汇整 适用两公约的重要裁判案例 那民间团体也能够落实两公约 在第二次国家报告的审查会议中 也关心到你们的统计 所以我已经把我上次的这个提案 其实在民国104年3月26号我们就提过了 然后我们的第二次国家报告的会议上面 也曾经有这个民间团体也提出来过 所以我们司法院的网站 现在其实是有一个人权专区的 判决里面也有引用各种人权公约 你们也会把这个连结抓到这个专区里面 所以你们一直都在推动这个 不过我想请教秘书长 我不知道统计处还有没有人在 你们为你们自己的人权专区的网站 在收集引用公约判决的功能上 给自己打几分呢 这个部分我们统计处今天没有人来 是 不过让我们刑事厅彭厅长说说看 是 谢谢 委员非常关心我们的网站 我们确实有一个人权专区 那当中呢 有就近年来 引用两公约的案例 都有如列在上面 那有非常非常多的案例 光我现在手上看到的 大概就有 108年就有数十笔 那我想这些都足以为 我们在审理相关案件的时候 可以参考 那这当然也谢谢委员刚刚您所提到 在这个总统府人权委员会当中的提案 非常感谢 好 谢谢 谢谢 听长 不过 我自己 因为我们知道司法院有这个人权专区 那我们特别也去 去从这个108年捞到这个 引用两公约裁判书这一区里面 其实刚刚听长讲的没错 是有数十笔 数十笔其实49了 不过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连结 就有十七 有十七件 有那个问题 你只要点进去之后 发现里面没有东西的啦 或是裁判书里面 并没有任何跟公约有关文字的 或者是判决书 否定了当事人 引用公约主张的 还有因为当事人隐私保障 所以连结把它屏蔽掉整个判决书 也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连结 其实是无效的连结 所以这样子的专区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发挥任何教育法官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有点虚应故事 104年的时候 我在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提出来要求过 106年的时候也被要求过 可是这样子的专区 我觉得太虚应故事了 那我们其实本席在为了这次 向司法院请教这个议题 其实我曾经向司法院索取一些判决的资料 当时你们因为系统 担心系统抓不住正确的资料 就没有提供给我们 如果那么在乎 你们那么在乎 这个整个资料的正确性 其实本席是很感动的 不过我们看到这人权专区的公约判决书的连接 好像对于正确性又不是那么在乎 这就有点前后矛盾了 因为专区的网页 按照政府的这个资料公开的这个做法 是每个人都可以连上的 那错误的资讯 全国人民随时都看到 我希望司法院针对这个部分 一定要立刻 一定要立刻检讨改进 谢谢 谢谢委员执教 好 谢谢叶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李德伟委员 李德威委员 李德伟委员 李德伟委员不在 我们请杨琼英委员 杨琼英委员 杨琼英委员 杨琼英委员不在 我们请廖国栋委员 廖国栋委员 廖国栋委员不在 我们请马文军委员 马文军委员 马文军委员 马文军委员不在 我们请陈明文委员 陈明文委员 陈明文委员 陳明王委員不在 我們請何欣辰委員 何欣辰委員 何欣辰委員 何欣辰委員不在 我們請蔡毅宇委員 好 謝謝主席 那我是不是先請教我們法務部 我們蔡部長 對 委員好 部長好 那我先針對 因為在之前在我們司法委員會 就是矯正署我們黃署長 今天有告嗎 有 今天署長有 那因為我那天我在請教署長是說 因為現在監獄裡面對受刑人 是有一項所謂加入幫派的一個註記 那我比較在意的是說 加入幫派的註記 對於獄中的一個待遇 是不是會有怎樣的影響 那署長當時候回應我的說法是說 註記是依據檢方的資料跟媒體 來做註記嘛 那第二是說對於處獄跟大獄是不會有影響 是不會有影響 但是呢 就我最近的了解啦 就是說我知道像現在在屏東監獄 現在大概很多壽星人都想要加入這個 做導遊的 因為做導遊的這個收入不錯啦 所以蠻多人想要加入的 但是這樣的一個醬油工廠的一個作業 一些熱門的選項 當然說站在屏東監獄他就有一些篩選的條件 那比方說他會讓家境清寒的來做優先 那就是有所謂的一個排富的一個條款 那以及說怕影響食品安全 所以這個不入用有抽菸的受刑人 那這些我都贊成 我都覺得說欸這樣的一個條件是合理的 啊不得齁 事實上我了解啦 如果有被助記加入幫派的齁 他也是沒辦法進入這個醬油工廠來做作業啦 那所以這個加入幫派這個助記是不是 實質上他還是有會影響到 這個受刑人的待遇跟處遇啊 那這部分 好謝謝委員 我想在上次我已經跟委員報告 我們基本上他只有在調湖服務員的時候 他是有限制的 那其他的在整個廚藝上是不影響的 所以這個我們並沒有去把它排除掉啦 這個都沒有 所以署長你說他唯一會影響的就是他 他的在獄中的工作會被影響這樣嗎 不會不會 他是只有調湖服務員 就是所謂我們以前講的雜藝 這個這個七塊 才會有有限制 因為他我們有一個規範有一個規定 是有一個這樣的一個調湖雜藝的辦法裡面是這樣規定的 所以我這個就是除非在修正這個辦法 或者其他的儲藝都跟一般塑形完全一模一樣 OK 所以你所以說 所以說目前會影響的就是你說那一個做雜藝的部分 對 對 會受會受到影響 對那我是具體建議啦 因為我們預證的一個管理啦 我是覺得說如果加入幫派 所以說我們如果法務部這邊認為說去助記這個幫派有它的必要性 這件事我沒有反對 我也沒有反對說要去做這款的助記 然後他可能就是說在管理上有一些層次化的管理 不過我比較不希望的是 這一種層次化的管理就變成說它不是白紙黑字啦 所以我會覺得說你們如果加入幫派 你們要做怎樣的不一樣的一個調查 我是覺得說你們可以招待他們直接寫出來 在一些條件上你們直接就把它講清楚 不要讓它變成說好像私下 我知道他這個是被助記加入幫派 我私下的處理上就會有一些差別 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助記是為了我們入監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個這個管理的維護上 以及其他的會有這個或是熟悉的 或是有被害者或是怎麼樣 會有一個分開的一個處理模式 但是他在一間內如果一年表現良好 我們這個助記就會把它就是會排除掉 會會註銷 一年表現良好然後會取消 會有註銷的一個 那你們過去有有過取消的有有取消的實際的案例嗎 是會有會有 好那你把近五年內有取消的 不用個案不用給我就是數字就好 好的 近年內有多少人被加入幫派的助記 是 那各取消了多少人 好是 那我的意思說你們還是回去斟酌看看啦 說你們覺得說這個助記是有意義的助記的話 那如果真的實際上管理你們就把阿民文化啦 我們內部都有一個規範啦 規範就是在106年我們就有提示了這列測的這個七塊啦 列測 對 好不然你們現在針對這個加入幫派的一些相關做法 連同剛剛我說的這幾年來上的人數跟取消的人數 那你們一次給我們辦公室好不好 好謝謝委員 好那第二個第二個那我這第二個問題我再 我這就直接 第二問題那我直接請教部長啦 部長就是說這個保安處分跟刑法 有什麼不同啊 那它的意義是怎樣 那我們去年好像也有針對去做一個修法了 針對這個保安處分就是所謂 刑後的一個強制工作這一塊 保安處分當然跟刑法還是不一樣啦 一個是由法官來認定 一個是在執行中有時候來判定說 它的保安處分是不是合宜啦 所以當然它的目的還是不同的啦 對那我們去年事實上我們在組織犯罪條例修法 以及刑法的修法 我們把保安處分我們把它從刑後 就是執行完畢然後把它修正為執行前 來做那先做保安處分的一個處域 那當然是避免受刑人受刑之後去找工作的一個便利嘛 那基本上在這樣的一個修法之後 那未來所謂保安處分的話 都是一次在就不會有在執行後的安逸了嗎 呃刑後的強制工作 現在要看這個保安處分條例裡面是不是還有這樣的規定啦 對 那呃 如果有必要當然還是有 避免強制工作的必要啦 有必要還是要避免強制工作啦 有必要那這一件事就變得很難認定 就是說如果 大家看判決啦 判決認為這個判決後要施以 強制工作 那我們當然就在行的執行完畢以後 還有強制工作的執行啦 對因為我遇到一個個案 我這裡不太想講個案 就是法院也判決 也已經判決說 喔這個強制工作大概不用了 那法務部這邊還是認為有強制工作的必要 那變得說院跟部之間的看法不一致 然後又卡到說強制工作這件事情 我們去年又有修法 那去年修法是希望強制工作都是 盡量是在服刑前強制工作 所以他又有卡到這一個法律的 從輕的一個原則 又卡到這樣的一個原則在這樣 那所以我認為說在這一個過渡期間的 強制工作我們到底要怎麼去認定 是要一律讓他 一律讓他在執行前嗎 那還是 還是說 我們再進一步了解看看 因為行的執行是在執行檢察官指揮的 那根據法院的判決 那根據保安處分執行法的規定來執行 那如果說個案上認為沒有必要 個案上都是處理過去個案上就是說 我法院已經判了就是說他要執行 然後行後應該要強制工作 結果後來法院自己這邊也改變看法了 然後他也說啊這個強制工作可以取消了 因為已經執行了 然後也認為達到教訓的效果 那強制工作可以取消 那這一塊在法務部上是會尊重司法院 還是回到檢察官去自己來認定 當然前提還是尊重法院的決定嘛 如果說判決上已經說認為 這個不要再執行 那我們執行檢察官一定要尊重 不過我想這個我們再進一步了解 好沒關係啦 再了解啦 那我現在要強調就是說 這一個就是這一個 強制工作的這個必要性啦 我覺得還是司法院這邊也是要斟酌啦 因為到底強制工作 你們一定是要達到保安處分嘛 你們要達到的是要懲罰 那還是這個強制工作是有要對當事人 就是說去輔導他就業的怎樣 我覺得這個定義上不清澈 那看起來他好像也是懲罰的一塊 但是這樣一個切割處理 我覺得這一種在下這樣的一個判決的時候 我覺得司法院未來能不能把那一套標準 還是可以講清楚一些 那這部分是不是秘書長 當然我們希望那個強制工作的那個 這個他保安處分的性質能夠高一點 那麼就是能夠就是作為保護 或是這個輔導這樣的性質能夠 這樣的基礎這樣的因素 能夠被充分的考慮在裡面 好 沒關係啦 就是說這部分我覺得 你們還是要強化讓判決的人去了解啦 去瞭解說我下了這個裁定 那我沒有辦法透過這樣的處罰 達到你們的目的 那還是會變成說如果他的標準 以這樣看起來的話 我覺得在很多下裁定要保安處分 但是他的標準是浮動到 大家都看也很難適應啦 我覺得這部分你們這個法務部 是內部可以再溝通一下 那最後再問一個問題 這個對法務部大概說會很頭痛 因為昨天4至790號出來了 那針對這個種植大麻 那大法官告訴大家說應該要做層次化的一個處理 就是說如果是製造毒品的 在很輕的一個狀況之下 能不能用比較輕的一個型 那這件事對法務部來說會很頭痛嗎 我們會檢討啦 不過毒品是大家都非常厭樂的 希望要能夠嚴懲嘛 那所以當初也許毒品防治條例在修訂的時候 就是要提高它的行度 那現在大法官會議做這樣的解釋 也許它的最多最低行度啊 太高了 不符合這個方案的情節 那是我們願意來檢討啦 那所以這份法務部也是在加油多費心啦 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蔡毅瑜蔡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委員不在我們請 莊敬成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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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敬成委員不在我們請 廖宛如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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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宛如委員不在我們請 林思敏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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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思敏委員不在我們請 張綺露委員 好 主席 好 那個可能等一下先跟部長先談一下 好的 謝謝 其實我想 可能今天應該是我最後一個發言了 其實今天我們這個主題是 司法正義死不死刑保護了誰 我想今天為什麼 我也相信主席這邊會排這個會的原因 也在於說 我們下一頁 其實就是這個案子嘛 就是說我想一定是這個案子 冒出來 大家就關注了 其實我想社會對這些相關的這種議題 其實我想現在媒體也非常的發達 就是說民眾實際上都覺得說 這真的是一個殘忍無比的事情 就是沒有任何原因 那現在當然這個個案上來看的話 可能我想以過去經驗來判斷 應該他既然過去有這種精神病史或等等這些 看不出來他會被判死刑了 那當然我並不是說我這邊有什麼支持死刑或不支持死刑的看法 就是說以實際來看的話 我們這幾年的狀況大概都是一直如此 就是說這個社會只要一旦出了這種事情 尤其現在媒體非常的發達 只要大家看到了 我覺得這個議題就會馬上浮上台名 我相信說 所以為什麼主席會排出這個課題 那當然其實這個社會上的討論已經蠻多了 事實上也不容我們誠實說也沒有核心的一個共識出來 其實這個大概就是今天也是困擾法務部 或者困擾我們這個整個這個法院體系的這個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往下 那其實這些年來這個我們執行死刑的人數 其實當然是有在一直在下降 我相信其實在簽了兩公月之後 其實我們也一直是在走一個政策方向上是廢死了 就是我們也覺得說 我們是一個朝向更人權的民主國家在走後 也不應該是說用這種所謂的 只是一種言行軍閥的方式 或者是說這樣的概念來做 那所以其實在歷年來 大概這個死刑的人數是都一直在下降 不過再往下一頁 這個地方就是比較我要想探討的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我們過程中就是說 這個民意當然我們也可以說是民意常常是變來變去 當然這個主流的民意其實在很多的這個調查裡面 大概說實話就七成到八成 大概都不贊成這個廢死 那這個也就是我先整個講完好 就是說他都不但贊成富裕死 那然後呢多數都會變成一種政治性的 就是說他這個事件要是剛好出現在某些時刻點 老實說比如說要是快選舉的時候 或是說這個議題在社會上吵很大的時候 比如說當時的政節 或者那個曾文青講的那種話之後 所以這個就會造成說好像必須要馬上做這些事 但是這個東西也很顯然的就是說 他好像在這個就是可以說話 法務部長的這個角色 當然跟我們部長並不是直接關係 我是說在這個部長角色上 常常這種好像政治的這個壓力是非常大 在那個時間點就必須好像要趕快執行一兩個 讓他來讓這個社會看 其實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對那幾個剛好好像也不是太公平 因為他剛好他時間點太差就出來 所以就是說這個當然我們也有另外一個方面 我們也承受這個大的國際壓力 因為我們也覺得說我們覺得排名不要不好 或者是說這些 所以我只是想覺得部長 您在這個概念上 您綜合這些 到底有什麼準神可以再做這件事 謝謝委員的指教 執行死刑與否跟政治是毫無關聯的 我們不會有政治的考量 我們法務部的政策就是逐步廢除死刑 這是從國民黨時代執政到民進黨時代執政 都是一貫的 所以我們是往這個目標 跟世界的潮流是接軌的 但是現行的法律上還是有執行死刑的規定 除非你是新陳上司或是懷胎婦女才停止執行 所以法律上還是有規定要依法執行 所以因此我們在執行 該執行的這個死刑案件的時候都是採取非常審慎嚴謹的態度 來執行 當然我是希望部長您要扛得住 就是說因為其實在過去經驗裡面有幾位部長 好像也是說比如這種重大 剛才我談的說幾個重大事件出來之後就馬上就去做 或者是說甚至也有那種最快速向政節 那個是有史以來知道 因為那個事件鬧了就非常兇 所以當然在這個角度上我覺得說就在費死這件事上 其實法務部是要把這個準則建立得更清楚 免得就是說其實民眾也會質疑說 好像就是民意來了就是這樣做 反正這個看著風箱在做事 好我們往下一頁 抱歉再往上回上去 就是說在論死的這個就是這費死的這個制度的配套 其實當然他我這邊已經先羅列有幾個比較重要 就是當然要有事法性的這個論述 要能講得更清楚 不過當然因為前面有市制的194263476這些 那當然其實民間也不是說不能溝通 就比如說像終身監禁 但是這些是不是夠徹底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配套 包括今天的報告司法院提出來這些 所以其實這個整個費死制度的配套 我覺得部長是不是您再闡釋一下 我們有一個推動費除死刑的一個小組 就是要跟所有外界的學者專家都要對話 甚至來請國外的專家來幫忙說明 是不是在採取費死的政策的時候 有沒有替代的方案 他們也提出了很多具體的建設性的建議 包括是終身監禁 包括這個假釋的 無期徒刑的運用 還有這個假釋門檻的問題等等 都提出很好的一個建議 對我的建議就是說 我們是一個溝通的過程 如果真的我們國家就是往這個方向走 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像終身監禁的 還有其他量型的這些配套 我覺得都是必須要搭配好的 今天才不會說造成說我們都是因個案 被好像感覺是政治的干預或者是民意的干預 就造成那個的偏頗了 所以其實說這個還是一個期待 就是對不管我們下 也就是說不管是對司法院或法務部 我們整個這個體系 我覺得我們還是這是一個困難的事我知道 但是可能還是要大家努力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張晴璐 張委員 我補充那個說明 釐清一下 其實基本上面來講 為什麼會排今天這樣的議題 就是因為它是有爭議的一個議題 我們今天就算是法務部定了一個 就是說逐步廢死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你的溝通應該是要跟全民的溝通 也就是說你要有你的步驟去做 除了跟全民溝通之外 我覺得有一點很重要的是說 當你過度的強調廢死的時候 你難道不是一個錯誤的宣傳 讓這個民間呢以為說 如果他犯法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是不用負責的 我覺得這個錯誤的概念呢 是應該要避免的 所以才會講說你在對話的時候 也要考慮到這個對話出來的那個 後遺症跟他的影響啦 好不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林德福 林委員 林德福委員 林德福委員 林德福委員不在 我們請邱志維委員 邱志維委員 邱志維委員 邱志維委員不在 我們今天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 都已經發言完畢 尋答結束 委員質詢的時候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或者書面答覆的 您請相關單位 儘速送交個別委員以及本會 委員如果有提出書面質詢的話 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單位以書面答覆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 現在散會 謝謝大家 正式發言 您是否認同 空調 說 感谢观看